好 所以我們開會 今天是總質詢的第五天 今天早上第一位質詢的是我們綠島鄉第一屆的議員 謝賢玉議員 巡答時間40分鐘 我們今天的大會主席 我們漂亮的老議長 我們秘書長 還有我們議員的工作同仁 縣長以及各級處長 以及我們縣府的工作夥伴 還有在場的媒體記者朋友 大家早安 古有名信 名為貴 金為親 社稷次之 我在想 這個社稷 大概在現代的這個社會 就是指我們 地方的政府 但是這個不是次之 這是貴跟親的中間 我在想應該是最重要 也就是實質上 能夠把這個國家 把這個社會 把它建設的 金星向榮 應該就是在這個設計 那 政府的存在啊 實在是為了人民 所以我一直啊 對公務人員啊 如果有太官僑的那種態度 我是非常的厭惡 那 政治呢 本來就是解決眾人之事啊 那今天啊 因為力導最近啊 也發生了這個 也發生了這個 很多的這個 風動這個 社會的這種事件 所以這一次呢 這個鄉鎮總執行啊 相對的 可能會 比較主軸放在 這個 我們的這個 力導的保育的 相關方面的問題 我記得工作檢討的時候 我有提過這個 路穴大金啊 那路穴啊 這個要過這個環島公路的馬路 常常被機車跟 汽車啊 壓得這個滿地啊 說實在話 如果 血淚人道 沒有去做的話 那是我們政府的不對 因為 相對的 在自然生態方面 還有 這個也是我們的 光光的一個資源 比如說 力導最近呢 發現 營火蟲 非常的多 那晚上 在一個 環島公路的某一段啊 像星光大高一樣 你只要不開燈的話 馬路的兩邊啊 螢幕蟲 真的是美輪美奮啊 那我想 請我們 資料師啊 播放一下我們的燕語 燕語的影片 大家觀賞一下 我們力導的燕語 幾年前 五六十隻燕語 我知道應該 在座各位 應該有去 有去體會過那個 那個 這麼 這麼漂亮啊 實在是世界很難有的這種景觀啊 這是 綠島的燕語 這個 聽到馬達聲的時候 他就浮到水面上來 你光著腳丫子 坐在船邊啊 他會來咬你的腳丫子 吃你 腳丫子的那個皮屑 那等等非常的清淨 現在 剩下三隻 啊 那個農業處長 大家好 我是松明 葉兆 像 這個燕語啊 他本身不是保育類的動物 是 那是因為 他是集結在那個地方 就是鋼鐵礁那個地方 有五六十隻 那因為潛水人員喔 跟他有 等於是有一段時間培養感情 所以他才會親近人類 那燕語喔 我問那裡的老移民啊 他燕語是冬天的時候 他應該會 就不會在鋼鐵礁那裡 因為他 一公一母 可能會到珊瑚礁邊來殘暖 在這個時候很容易被掉貨 被捕貨 那也曾經我們寶七的警艇啊 他巡邏到 這個是在大白沙嘛 他巡邏到帆船底的時候 他馬達一停下來 喔 那就是 退成空檔的時候 馬達還在賺的時候 燕語不上來 結果那個有差不多三公里外 喔 那我們是不是來思考一個方法 就是說 所以他這個在中央市場買得到了 這個燕語 那我們是不是來思考一個方法說 我們應該來不光保育而已 我們應該要複裔 你的感覺 是 非常謝謝議員 本來這上禮拜我們跟東管處的林處長 還有我們服務裡面的江處長在討論 就是有關於 立島的觀光資源 還有包括我們整個的保護區的管制的部分 齁 正在想說怎麼樣跟議員溝通 跟鄉長溝通 今天議員提到這問題 我們真的非常感謝齁 也謝謝你提出問題 我想 後續我們想聽議員的意見 我想我們會很短的時間來做回應 是不是先請議員提供你的意見 欸 燕語齁 在另外一個 在東邊這裡齁 另外一個金劍礁 有一百多條 是 那一百多條齁齁 我現在一直在擔心的是說 我們如果是請潛水人員 去用網子齁 在不傷害他的情況下網子 部分啦 我們當然不能全部 部分 把它帶到那裡 然後我們撥一點金位 讓潛水人員 在那段時間齁 差不多一兩個禮拜的時間 每天去餵養 去照顧的話 齁 他會跟他 跟這三隻雁也會成群 那因為他會在那裡 就是因為鋼鐵礁 他是適而居住的 齁 那是不是在他的沿岸 齁 齁 我們是不是 多多巡邏齁齁 齁齁 多加強千島 譬如說你吊後燕魚啊 他嘴巴雖然被鉤子 鉤到了 上來 是不是你拍個照 手機拍個照 你把它放回去 我們適度給魚 他那個魚的價錢的那種 補貼 這樣子的話慢慢的 我們用浮島的方式啊 慢慢來提升力道 對於這個燕魚 齁 一些魚餅他對於燕魚的這種 齁 嘿這個燕魚齁 確實好吃喔 他跟白昌魚是 肉質是一樣的 齁 然後他因為他沒保育啊 所以你沒有罰者可以罰他 只是你船去停在那個 我們當初當 我當主席的時候 那一個地方鋼鐵槍的上面的範圍 把它劃為燕魚保育區而已 跟議員報告 目前我們對 立島的四個區 就是包括歸彎 石南還有柴孔 還有包括我們 整個環島的這種管制 我們大概一般針對 車擠背啦 龍蝦啦 九孔 當然我們 比較進一步的 假如說包括 剛才議員所提到燕魚 或者其他部分 當然這會引起 很大的衝擊啦 這個部分我想再聽議員的一句 好 處長我們這樣子好不好 因為我們在執行時間 我不想說 把時間浪費在這裡 就是我們只是一個 做一個 初步觀念的建立而已 是 我們不要討論細節 細節我們 隨時都可以討論 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督促 立島區議會 在我們 公告保育的動物 魚類 一定要討論先導 是 今天 這個 龍頭鷹哥啊 這個拿破崙啊 被打上岸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移民啊 都嚇了一大跳 因為這個是104年公告 保育的 這個東西是國際保育 但是台灣的公告是104年 到現在還有很多移民啊 他不知道那個儀式 是保育類 就是剛好 恰巧他打上來 還好 不是我碰到 因為 Skin的 一口氣 憋氣 下氣的 他看到那麼大的魚啊 那肢解反應就是 狩獵這種東西 就是靠肢解嘛 肢解打上去以後 等他拉上岸 知道是保育類都會來不及 所以這個如果不是 有廣為仙島的話 包括龍蝦 連我當議員的 我都不知道龍蝦 到底他的身長是多長以下 不能補貨 二十多分 對 所以說 我希望我們要加強 做仙島的工作 是 好 處長你請坐 謝謝 謝謝 我們 請 資料師幫我們播放一下 那個 食郎浮潛區的公共廁所 的照片 公共廁所的照片 剛剛我在講 政府是因為人民的存在 大家看一下這個照片 這個是新建的廁所 去年啟用的 縣政府撥錢給立島相公所 新建完成撥用 撥給立島相公所管理的廁所 我在這裡 一直要求我們縣府 看看相關單位能不能在 立島這種國際觀光旅 度假島上面 多一些五星級的廁所 但今天立島的廁所是這個樣子 這個兩片門是釘起來的 這個大門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會心疼嗎 反正你的心疼 這個在食郎的 胡遣七啦 當好也緊鄰近港口啦 你說你花了這個錢 你會不會心疼看這樣 政府的存在是因為人民 竟然這樣子的 立島的要發展觀光 竟然在那個浮潛機的旁邊 這個廁所 把它放爛 我不想檢討誰 那我在想 是不是 相公所他不開放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縣委應該要去了解 如果這個廁所如果 相公所不管你的話 立島有很多民間 這個登記的團體 比如說 光光導覽協會啦 這個潛水救難協會啦 很多的協會 這清潔費用有多少人 有多少錢 我們每每每每一個單位都有擴大機會 萬案 相公所也有擴大機會萬案的人啊 就是不去開放 現場 像這樣設置在公共地區的這種公廁 都好像都會碰到類似的問題 我們台東市在海邊公園 的那個公共廁所也一樣 那我們去問 事工所 他就會說 因為如果下班以後不 不關起來的話 那夜間就會有很多的 包括遊民啊 什麼 這個 很多的人會去使用 然後破壞 甚至在那邊吸毒 甚至在那邊吸毒 就破壞掉了 那可是這樣一關起來 真正想用的人又緊急 沒有的話又到處解決 所以這個都 不是一個很文明的做法 那你也看得到那個兩難 兩難 如果民眾 這個公民的素養 不能夠提升 您剛剛講的沒有錯 政府是為人民存在的 可是社會的進步 單靠政府 是絕對不夠 縣長 這個就是您剛剛舉這個就是最好的意思 縣長 我現在告訴你 你這樣子講 我才告訴你說 立討不一樣的地方在哪 這個 前任香港理事長 跟縣無藥 蓋好了以後 啟用了 撥交的時候呢 相公所跟通管處呢 好像撥交的時候有契約在 就是相公所一半 通管處一半的維修的費用 可是相公所就把那個門叮起來 不是白天開放晚上叮起來 關起來 你說好不好笑 現在是這樣子 是不是裡面有壞掉 現在在維修 不能還暫停使用 沒有 它完全是新的 把它弄成這麼舊 一年而已 這個齁 說實在我也是在FB啊 看到民眾這樣 非常哀怨的 哪一個單位管理啊 其實這個地方事務 一個縣議員是不必去理會的 縣議員當然要理會 沒有沒有沒有 那你的選服你都不理會就 官長 鄉長 鄉公所如果是 工業做的好 我是 拼在 我要來把官長說 說 整個官場 力度要怎麼割電 要怎麼割經費 這樣不知道 一個電所要議員管 我在FB跟他說 明天 啊 sieht 如果政府割愛情 哈哈 我就可以請縣長來管這個 這樣好笑 叫官長關電所 就我們五星級的管長官員說 管長你請坐沒關係 這個我們沒關係啦 相關特性去了解一下 我們看他要什麼協助 看他要什麼協助 我們再來想辦法 我們相關新聞方面是哪一個處 就是我們國際處 處長我記得我早前有跟你講 立島看不到台東的地方新聞 那尤其我們祭祀的第三台 台東的第三台我們立島完全沒有 那處長會答應我說你要處理 那現在我給你報告處理狀況 我們立島看的新聞是五天前的新聞 比如說今天是二十九號 他播的是二十四號的新聞 這樣幫我唱 當時候我們跟他談的時候 他是播應該是播前一天的新聞 這個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 八十一歲他這個是我爸爸跟我反應的 他八十一歲還會關心地方的新聞 結果看的是五天前的新聞 包括我們議會我們縣舞 為我們台東的民眾做了那麼多啊 你那個第三台的即使新聞都沒有 即使的轉播公益公益公益節目都沒有 你說這個對立島的百姓居民 公不公平 立島的百姓一千多個住在島上 就是因為人少 所以他叫做弱勢 所以這個政務必須特別照顧弱勢 這個觀念應該很正確吧 所謂弱勢就是這樣 他必須要照顧的就是弱勢 拉近這個城鄉的差距 把優勢跟弱勢把它平均化 處長請坐 我今天都不是在責備 處長你請坐 第一件我先說明一下 因為立島本身並沒有有線電視 正式有線電視的公司是在那邊成立 但是都是在地的地方業者 他們把這個網路的 把那個線路把它拉起來 所以我們請有線電視公司 就是把今天的新聞 能夠透過運送的方式 能夠送到當地的業者 讓當地的業者 能夠在地方的這個網路線上面 他們能夠來播放 所以當時候他是口頭答應 是我們把今天的新聞 就送過用傳遞送過去 所以我們今天看的新聞 應該是昨天的新聞 那這個是業者跟 當地的業者跟有線電視公司 目前配合的方式 那假設說這中間 如果還有delay的方式的話 我們再跟有線電視業者 跟當地的業者 我們再進一步來溝通 是啊 因為這個也不是你的 你的就是處理的業務 但是這個真的是地方上的事情 就是要你來想個辦法 其實喔 立老還看得到當天的報紙 新人店是看五天前的 報紙是用船或飛機運送的啊 你即使是用DVD call啊 USB call啊 用飛機機也都可以當天啊 為什麼要看五天前的 這個環節 而且離譜的真的有一點 那個齁 是不是 處長 我可以不可以再拜託你一下 包括 譬如說現在的 我當然知道 有一些年輕人 他可以上Youtube看台東縣議會 或是看台東縣政務 但是 相對年紀大的 他要看第二次台 或是看第三台 你不給他這個方便 這是我們整個錯 好 謝謝處長 你請坐 謝謝 我們漂亮的姜衛心處長 立道 這個民宿業者 一天到晚就來跟我說 是不是跟憲武 可以不可以請憲武 輔導他們 把 立道那麼多的非法民宿 我們用 輔導的方式 盡可能讓他合法化 清淨農場可以 我在想 應該台東縣政務也可以 為什麼呢 因為他如果是有走在 非法的邊緣 他很容易出問題 他的消亡 不納入理的 這個八大行業 他消亡也不納入你的管轄 他的所有的設施 也 也 不用政府來 來 督導 因為他非法嘛 那你 去給他花個錢 他 他又哀哀叫 但是如果說 某些環節 可以上 要跨局處 來想辦法的話 處長我是不是想說 當我們這個會議結束以後 等憲武比較空險的時候 我們是 可不可以聯絡 建設處 還有相關局處 這個民宿 我們應該怎麼樣來幫他們 輔導 幫他們解套 然後 是不是他們要求他們 我們要怎麼樣讓業者來配合 我們的法令 然後我們讓他來合法 合法的時候 只要我們縣武就可以 做督導的作用 對不對 這樣子的話 可能也會對遊客 跟業者 有相對的保障 這樣子 處長 你認為這樣可以嗎 謝謝議員的關係 那民宿的部分 我想 我們會樂意去 綠島協助業者 輔導業者 那當然我們最近 會 其實兩個月前 我們也有通知業者 希望說 如果他符合相關法院 其實我們都希望業者 還是要來申請 民宿的申請 那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會持續來進行輔導 好 是 處長 我們 我剛上任的時候 立島沸沸揚揚揚 就是要一台公存 對 公存 是 那 我也跟縣長 有到過立島 也跟 立島鄉的 我們的代表會 的主席 七個代表 六個代表 還有 鄉長 在主席的辦公室 也大致有討論一下 但是 我不希望說 我 或是 鄉公所 或是這些立島的意見領袖 給人感覺就是 虎頭蛇尾 其實這個案子 大家不講 但是我在這個會舉 我必須要講 因為我們議長 也 在這個案子 剛 發生的時候 議長 在跟著 跟我 跟兩個議員 喜慶隆一年跟 鄧師雄一年 到立島去開 這個 公聽會 然後回到 議會來 我們也開了第二次的 這個公聽會 處長都有參加嘛 第一次是因為你飛機 那天天火不佳 那 表示說 我們 真的很 重視這個問題 我想請問你一下 你的感覺是 譬如說小琉球跟 這個 澎湖都有嘛 離島 就是小琉球跟澎湖有 那台東曾經有貨 新南一輪 但是他是客貨 他以貨為主啦 當初那個時空背景 是應該要以貨為主 是因為民生必需啦 那因為設計 跟我們的港口 不符嘛 那個船吃水太重 所以 只有 大帳朝的時候可以 進出港 那一般 中朝跟小朝的時候 他就掛底了啦 所以那個等於會營運不佳 那你對 別的離島的這個交通船 跟我們現在相公所要的 這個公船 你有沒有什麼看法 你簡單而要講一下好不好 綠島公船的部分我想是 不管是相公所或代表會 所提出來的就是希望 有一艘公船 然後便於就是綠島的鄉親 因為一直訴求是說 旺季期間遇到鄉親 不太容易搭的到船 或者是淡季的時候 船班太少 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才會有一個公船 那公船目前四月已經有做可行性評估 已經送過 我們開過第一次的審查會議 那委員裡面針對他很多 比如說財務的估算 油客量的估算 其實都還有一些疑問 所以現在是請公所在做修正 那剛剛議員有提到就是說 像小琉球還有澎湖 那我們其實有初步去問過 其實都是虧損的 不是沒有盈率的 目前都是虧損的 都是虧損的 一年平均一個月 一年算起來大概要虧損一千萬以上 其實我剛剛沒跟處長講 我跟縣長到立場的時候 縣長他一個重要觀念 我也跟處長講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讓縣長補充 縣長就是因為考量到地方政府 不能輕率而為 那沒有 人說前人重數後人成兩 有一次我在FB就寫 前人二大便 後人插屁股 這個縣長可能 感觸最多了 感觸最深 那我們政治人物 在處理任何事情的時候 一定褒貶不一的 但是我們真的要對歷史負責 所以處長 我要的是這個 他們這些小島的純利筆 工船的純利筆 立島相互有剩下一億 大概一億兩千多萬或四千多萬 要造船 OK 再找民間河谷 OK 但是 營運呢 以後如果是虧損的話 那些錢從哪裡來 所以我的感覺 如果是要工船或是要救護用 幸福要輔導他 從中央交通部來尋求補助 絕對不要造成地方政府 這一方面 以後財政上的困擾 我想那立島相互 那一億兩千多萬 應該放在以後的社會福利 如果被中央被裁檢的時候 我們自己地方能夠自己自主 應該用在社會福利方面 不要說三代 累積 一代 開光 三代立即一代開光 不要開光 這是我最 感覺上 必須要注意的 不是我有錢兩千萬 我就讓我去睡了 睡了 阿拜 機票船票補助 中央人沒有一個孫 還是社會福利 長照什麼的 都要從這裡來支出 那我也很希望說 鄉公所 會越來越有錢 不要 不要像別的鄉鎮 擠在杜立 那真的會很可憐 所以處長 你還是要 針對我們工船 這對百姓的渴望跟需求啊 你還是要繼續的 喔 繼續的幫我 把這一方面喔 輔導鄉公所 來做這樣的事情 是不是鄉公所已經有 送了那個他們的意評估過來了 呃 4月份的時候 我們有審查過一次啦 那有一些意見請他們修正啦 目前是還沒有送上來 那我想我們還是會 請他們要務實的去做評估啦 尤其一些 遊客量的數字的評估喔 其實是 過於樂觀啦 一年他的 呃 來回的人次 顧到都要一百多萬啊 目前其實 呃 不太可能會達到這個數字啊 因為我們一整年的 遊客量的統計 進到島上大概四十萬 你就算來回也 大概八十萬 他可以 每年的正成長 其實這也不太可能 呃 在整個觀光的統計上面 不可能每年都是以百分之十或十五 每年成長到兩百萬 那綠島的整個生態游客 也不可能 那處長 這個我都知道 處長 那如果是一個救護船呢 蛤? 救護用的 救護間交通這樣子呢 救護的部分的 需求 是不是要到一艘船 這個可能真的要做評估 這個我 我們反正還有兩 我啦 還有兩年半一演的時間 這個問題我會放在心裡 是 那我也會隨時的關心 我請處長也是要隨時的幫忙 會的 或許 中央如果願意的話 我們就來試看看 但是一個前提 中央願意給我們挑出來 我們還需要他每年都給我們 補助 這是一個大前提 那處長你請坐 我讓 我讓縣長 來講一下我們 我陪縣長去 立島鄉跟 代表會 跟鄉長的 大概縣長跟他們講的這個 縣長你在這裡 補充一下 因為那個 我們立島的百姓不知道 你的思維跟你跟他們溝通的百姓不知道 我們藉這個機會 簡短 謝謝議員 我想我們都很關心 離島的交通的這個問題 那這一段時間 要希望有公傳這樣的民意 在最近的這一兩年 特別的高漲 那我們去探究他的原因 其實我們是要針對那個問題來解決 好 那我們去探究那個原因 是地方的民眾覺得說 他 需要票的時候 需要買票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買到 沒有辦法滿足我們這個需求 其實這個才是真正的 關鍵 民眾 對民眾來講 我如果有方便 我如果要有票就好了 你的準是公準 還是民間的準 對不對就沒差 只要是我要要票的時候有票 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我覺得 我們應該針對 怎麼樣去解決民眾的那個問題 來想辦法 就像議員講的 如果 真的是要再增設一條公傳 那我想 不只是他的買船很貴啊 不只是那個錢從哪裡來而已 後續的經營營運 是誰來營運 有沒有專業的團隊來營運 那需不需要政府還 長期去補貼 如果這個營運是一個大黑洞的話 那 這個 你說 這個 靠政府去補貼 一年兩年OK 兩年三年也許OK 那如果後來齁 那個補貼的錢沒有了 又不知道那個爛攤子怎麼樣來收尾 所以其實 這個道理我們都懂 要喝牛奶齁 不一定要自己去刺 刺一隻牛齁 因為你要刺那隻牛齁 就要說 哇 那個要去照料他 要自己去 去擠奶 那些 都不見得是 解決這個的方法 那現在民眾當然他會 他會一廂情願覺得說 啊 跟你們這些 全公司講的都沒效了齁 整齊靠政府自己來 送一家族 那這個政府 營運的這道門就可以 完完全全配合我們民眾的需求 可是 真正 這樣子可以長遠經營下去嗎 這個是大家必須要思考的 所以我想 我們在這個階段齁 呃 不敢排除說 呃 是因為這樣子我們公傳這個方案 就完全不走 可是走公傳這個方案 剛剛講到的 牽涉到可能的問題 那些都要仔細去評估 到底 中央哪一個單位會給錢 到底這個 這個以後的經營是什麼狀況 這個要很認真的去評估 有把握我們才來走這條路 那如果不是的話 另外一條路就是說 我們回過頭來 齁 持續要跟我們這些 這個這個 這個民間的這個 船運的業者 齁 齁 來溝通 為什麼 你們不能夠多 配合 綠島地方民眾的需求 齁 那業者也會講啊 啊 你如果需要 你要在一定時間以前來定 來告訴我們 齁 要不然的話 我們那個票不可能一直保留到 要船都要開了才還在保留票 畢竟是 這這個是 是營業的 齁 那所以民眾 能不能也養成習慣 說 我們需要票 是可以優先 但是 你要在一定時間以前 齁 可能有一些 我們綠島的鄉親 還存留在那種 過去的習慣 啊我就 需要的時候 我就隨機到現場 啊我就買 啊還有那個 我們就做人無票的事情 齁 如果說 這樣的一個 購票的 習慣模式 不能改變的話 那這當中就會有一些 製造一些困難 縣長你 你講到重點啦 齁 我知道你也跟代表會的 主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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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鄉民的一些 坐船的一些 方面的問題的話 我們 你有講嘛 是不是不要去冒這個險 去坐一條公船來虧本 我就是要引導到這樣的結論啦 對 那 大家點點嘛齁 大家點點 就是副主席說 就是要這樣做啊 副主席 副主席 他說 管長你如果我改善所有的問題 我們 沒必要去 拿去來 做這條公船嘛 他有這樣說 啊 所以說管長我告訴你 管長你坐 齁 我聽我說齁 你給我看像 去年了 淡季傳播不住 四百幾天 競年沒有進行 你再去有一班 會保有一班要來回 結果八十經年 一向受不住 我也跟江處長 討論過這個問題 我有跟江處長說 啊不然近年 九月十月的時候 東北七宏 如果漏來的時候 這條四百幾萬 我們來怎麼用 用公船呢 無靈 反正我出面來處理 我是有時候 我是想說 很簡單的事情 我們要把他努力 這樣齁 像我們這次 這個全公司 要把市民葬家這個問題 要起序這個問題 齁 我相信管長在高台江處長嘛 啊嘛 有跟阿公說 啊你們兩個 你管議員跟處長齁 你們兩個就 拜託一下齁 齁 出面來 齁 結果我們出面 我們兩個在那裡 在拜託 欸他們兩方齁 鄉公所代表的 跟全公司 是在延長插起來的 所以我有一些 拜託主長說 那天怎麼會沒有六頁 齁 齁 啊結果咧 我也有跟處長說 太快要發佈啦 可是齁 你發佈太快立道的人 不知道 欸 我回去啦 欸 有一條先導單 上面 上面就是下公 前公司議論 決定了 沒去過 因為怎樣怎樣怎樣 寫得很痛 還有 管政務 還有什麼人 什麼人 欸 你剛才川川總統 沒有寫行議員 連代表都沒有名 只有我沒有 欸 這不是我介意喔 處長你知道嗎 這不是我介意 是有八星看到 腳去問所有問 欸 啊算了解 好像...因為有人討論,有人說紀元也在那邊,扮演那種... 很柔軟在那裡扮演那種角色,這個又沒有我的名字。 八時卡去問他,沒有啦,我們就上面交代說不用聽他的名字。 那你又覺得好笑嗎? 你都打擊我,我只要幫你製作東西。 今天政府的存在是為了改革八時的問題嘛。 它不能擺爛不作為。 所以說,處理我說你要印起來,今年的... 淡季傳辦部署,會不會實在那邊來過,一定要在面。 我不管你用什麼方式。 中央我們錢,我們競爭,沒有在面。 你競爭要用副文,你要用副文書啊,對不對? 主張,現在競爭要交接池啊,才去一半四點瓦,會不會一半四點瓦。 你看到不方便。 我中央,譬如說我會寶有事情,我中央要回到那裡, 我到啊,桌村。 啊如果當天桌村又不一定的路,就變成我回到那裡過一天, 不然就要來台東,要辦年事就要來台東過一天。 那幾期齁,這麼年少班啊,有時候連議員都要去候補耶。 我也不敢用譬如公務票啊。 議員啊,我看這麼多八十在那裡候補啊。 一班,過一班啊,一天兩班啊,再去候補,沒擺到。 也不過候補,沒擺到。 他就要去代理一下啊。 那樣有努力啊,不方便啊。 我今天都總為了八十的,不方便啊。 來在這裡,來這個,憲政總執行的時候,來提出來。 我希望說,有說過的事情,阿爸的憲政總執行,我都不用再提出來。 就是標説,標説是說,我們這個電影節目有能,有能力,已經馬上就解決了。 我們再來發揮新的問題。 這樣的,才會讓,達到百姓的那種,那種陰切的盼望。 是。 才會得到百姓的掌聲啦。 好不好? 上次那個張宏傳的協調,真的非常謝謝議員啊。 因為縣長啊,有交代,所以我們有,縣府的主動召集, 從東書跟張公司還有議員來出席協調。 所以那次我們縣府市有發新聞稿,臉書我們也都有發布啦。 那至於說,今年的淡季傳班的部分, 張公司我們已經有要求他要趕快提出了,他們現在訂自製條例啦。 所以我們一定會在淡季一定要出席協調。 我剩下,剩下沒多久時間。 那播放第三段影片,我們看一下,立島港口,那個還不是喔,那個船班,還是幾單而已喔。 還不是真正忘記的港口的,在這狀況。 喔,這個以後我們有機會再來探討。 好,謝謝大家,尤其謝謝縣長喔,謝謝。 好,謝謝我們,謝賢育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林參天議員質詢,宣答時間,四十分鐘。 感謝我們的大學出席,大家早安。 主席,來請請請教訓 我們今年的歲數歲出,總共只在多少? 說我大聲鼓勵,拜託,給大家了解 今年的歲數歲出,只在多少? 就歲數歲數差短的部分,大概17億左右 幾億?17億,來,你請問,來,官長,你好 好,洪仲台議員在說,你跟洪仲台說,他不是經濟專家 你說你是特經濟,我請教你 10億,這怎麼行?講重點就好 10億,這怎麼行? 我們每年他轉變後,大概歲數歲出的 講重點啦,拜託館長,我們今天兩個,真是我們心靈氣和 把台東的,所有的一切我們攤在陽光下 好的,我們繼續支持 需要改善的,我希望你聽到人民淳朴的聲音 10億,你怎麼行? 我們會朝開源節流,繼續努力來做 講那個特空洞,講一個實際的,你要怎麼還債 不是空洞啊,我就現在就跟你講 好,請說,去年我們編完預算,差短也差不多就是17億 但是去年到最後決算,結果,我們是打平的 我跟你說,這個就是說,我們該審的地方審 那我們繼續努力去爭取開源節流 這個真的要做到 你要知道,廟了的財政,就拿台東的翻版 我要先跟你講過啦,我是人,你做到這個大大廠 要讓台東人實實在在,驚慌的未來幸福,你要跟他堅固 你沒有台無錢,你用VOT 你沒有台無錢,用地上錢 你沒有台無錢,沒有經過議會經過的討論 你沒有台無錢,要讓你用這個給他 請問,你,你看這裡好不好 你用這個方式,廟了一千億,我現在說的,我要給你解釋 21億,用此好好,你要跟他講過五億 那不是我們做的 喔,國財,八億 廟總加起來,要付借,要到五億 我請教你 今年歲數歲數,幾付借十四億 像這樣都說一說,你八年的人機 你把台東都付借,最想一個 無敵的聲音 你講的正好相反,因為我在施政報告有講 如果每年編完以上,我們都是照這樣15億,17億,20億去增加負債的話 那現在今天台東的負債,老早報表啦 今天台東的負債可能是付200億 就是因為不是這樣 好,沒有關係,你沒有具體政策嘛 怎麼會沒有 你的具體政策是什麼 我用建立,所以我負債 我在看什麼東西,來收集,來迷符這個財政缺頭 所以拜託你,拜我施政報告 你如果願意坐在這裡,人真聽 你就每次都不來 啊,這裡人說這裡不打不出 哦,不打不出,你的意思是不打不出 好,你請教你 你請教一下啦,你請教一下啦,你請教一下啦 你請教一下啦,請教一下啦 我給台東人顧客 近這個議會,是一個合意志的 我們看到台東這樣的時候 一中的市場,未來是一個泡沫 請大家給他聽清楚 你說的,台東的民宿很多 你說的台東的飯店很多 你請教一下,我請教一下 我輕輕地請教一下 台東的飯店都有賺錢嗎 都賺多少錢 我相信 有賺錢才有投資吧 好,那我請問 貴庭酒店有沒有賺錢 我沒有詳細知道每一家 你也不需要讓我們知道 你也不需要讓我們知道 你也知道啊 你也不需要讓我們知道 好,那我輕輕告訴你 我怎麼可能知道 好,那我點心你 貴庭酒店的總經理 親自告訴我 他們目前的營收 一年要虧一億 這給你做賺錢 那很好啊 很好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企業 他願意到願景 好,那你都很好 沒關係,很好 又不是誰馬上進來 我請教你 台東是不是一個農業的城市 轉型一個都會 這你也了解 你來大力推動觀光 當然我們都很支持 觀光有一個temple 我要告訴現場 發展地方產業才能夠用戲 觀光都是地方產業啊 那個 就是遊客到台東來賺費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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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你聽我幫忙 好啦,你聽我講好不好 你聽我講好不好 我只是給你輕輕建議 你聆聽 好不好 我風度要很好 我也希望你展現你的高度 請求的人現在在看 你這句話在哪裡 好,來,我請教你 你的內容 好,我請教你 台東是一個轉型的都市 你動不動就寄出 規規七億計畫法 我請教你 違反七億計畫 動不動就寄出 寄出 寄出划單啊 我請教你 你的違法 沒有動不動啊 你的違法都行政 都是很公平 公開的嗎 那 不然呢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你偏補財團 我拿小人民 小百姓出來開刀啦 我希望你啊 收回成名 不要用這種 技術這種手法 這個不是良好的市政啊 你說你都違法行政 來,我再請教你 貴庭酒店也沒有違建 有沒有 這個我不知道 好 那個建設處長 來,你坦白說 貴庭酒店那個餐廳後面 什麼 你如果法國文已經到正式公司 它是不是違建 是不是 可是 這我沒印象 來請教 我跟官長說 確實它是違建 但是本席啊 以為啊 台東的一個都會的轉型 只要不違集 救災 為前提 所有的違建 是一個都會轉型 連結地下經濟的一個 一個行為 我希望官長 你在違法行政的同時 你說我們美利灣隔壁的那個 小白宮 你違法行政 你拆了它嗎 它真的是合法了嗎 來,回答一下 那個 它現在合法了嗎 那個 應該在改善當中吧 好 這個 這個 阿你現在合法了嗎 我 這我要問 沒有啦 你夠錢錢 你台東你都在社群網問啊 你也說重點 當初 沒有啦 你要講重點嘛 我可能 你要在這種小個案來問 我不見得知道它的進步 不知道 那你在 我希望你 這個事情 你是要工作檢討去問我們局長 沒有,我在問你啊 因為自己的事情不知道啊 不是,不知道 來,我拜託你了 來,處長你請坐 我拜託你 你會後 邀請我們處長 你 躺開胸懷 你自己去看一看 好,該怎麼解決 該怎麼處理 我希望你有大智慧 但是我總以為 在台東所有的營建 只要不 危機公安的 我希望你都包容 包括很多飯店 包括很多民宿 包括很多產業 因為台東有時空跟土地的一個分割 一個區域計劃法的一個地幕的關係 所以他沒有辦法達到我們政府的要求 我希望你要用大智慧 用寬容 包容的時間 給他們一點時間來改善 這是我給你 拜託啦 這個我們會啦 好,這個我們會 那個交易處長 道主長 我們的現場說 要培養出高超的品德 不一定功課要很好 如果不能培養高超的品德 那個會製造社會更多的混亂 你認為有怎麼樣 我認為品格本來就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 一個思維 哦 你認為怎麼樣 你要講 你要講啊 現場講的你會認同嗎 我認同品格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報告議員 那這現場講的你會認同嗎 報告議員 現場強調品格這件事情我絕對支持 所以說我要跟你報告 媒體不出來 議員的播種看 你在新聞媒體用影射的 好像這些議員都不清不楚 我希望 創造和諧 民意代表他的苦處 他在對地方的服務 是你們不為人知的公務人員 所欠缺的一個知識的一環 不要用議員的補助款 來動不動就恐嚇 那我請問你 像我們的現場 他的藥商回扣 犯了這種案子 算不算人格品質的高超 來你回答一下 報告議員 我覺得司法至少在第一審的時候 還給我們現場一個公道了 哪有公道 什麼公道 都已經判刑了什麼公道 胡扯啊 亂講話 但是當時檢察官 亂講話 當時檢察官他起訴的那個 你不要亂講話 莫倒退不好 你說司法的東西 就給司法去處理就好了 答案就是這樣子 包裝該咧 何必咧 你的人格啊 已經不高超了 請坐啦 謝議員 不必要這樣啦 我們講的講真話就好 來請坐 做地下錢樁是很高超的行業嗎 如果有 你擠證 有擠證你可以抓我 沒關係 抓你我沒有在講你 阿不我在說什麼 地下錢樁你去擠證就好了 不要在這邊 用那個烏煙障屁 對不對 阿如果你是要打官司 要跟他就好 不是啦 你的藥商沒說要打官司 要跟他就好 我們在講道德 講品格 好啦你取座啦 那做地下錢樁是 請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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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在跟你插啦 說實話就好 管理你怎麼請 最近 來你請 最近 台26縣草頭會會洋洋 我要告訴各位 觀光理事務處長 你親情 我要跟你親情 我們要知道 台26縣草頭 是永續一個台東的 一個經濟的一個主要的 道路的一個命脈 當年屏龍縣政府 他為了把它制定一個文化資產保護區 所以阻隔了26縣的開通 但是我們也曾經努力過 大家一起 在這條道路感到憂心啊 我要告訴你 趕快去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我大膽的說 潘孟安他是一個好縣長 輸家前 到台東我也跟他提起 可以兩線坐下來 我希望用一個很融合 有智慧的 把屏東跟台東人的情感 把它揭割起來 不要隨便放話 這是我騎允給你 來,你請一請 來,館長你起來吃好不好 拜託 談正事啦 談到木稀有的 對台東不會進步了 就是台湾16縣 老早知道這個 你的幹話 你為什麼在報紙裡面 屏東下午說你是黑道 跟人家撐什麼 你要不要跟屏東人說對不起 要跟屏東人說對不起嗎 笑死人啊 要嗎 你如果沒有要跟他們對不起 我是要跟他們對不起喔 誰比較像黑道 應該大家都看得清楚 我林柴港代表台東人 把我們的通關我們現場 跟賓冬冠明說一隻狗欠 可是時空 環境來都允許 希望賓冬人 可以貼回台東人 從這條土地的無奈 打鼻大一條線 兩個官的名字 共同來享受這個消費主委 我的意思是這樣 那個警察局長 來清洗一下 因為你長管的治安啊 我要幫你報告 一個會比在後面 台湾三毛鳴的管長在哭詩 在那裡唱屏東館 屏東館 發出聲明 說這個有如黑道在恐嚇 你要知道 一個會障著他的行政之眼 在恐嚇多數人啊 這個要把它列入 平治專案好不好 平治專案你知道嗎 這個不知道 啊 平治專案你真的不知道 沒有平治專案 平治專案就是比製品專案 更高的 人強壞的 用VOT的 用設定地上錢的 用那個基金的 在擠錢那樣的 要跟列入齁 平治專案 你請這個 好 對 拜託一下 有政績就辦到哪裡 沒有關係 不要客氣 請這個 好 謝謝 你要偷工財政 台湾三毛鳴 你無言無故 你要土地財團 來管理你不請請 我請教你 你的媽媽 美麗灣 我講正題 你不要給他守在旁邊 我請問美麗灣 我土地的哪一個財團 請問美麗灣 地上權盛信 請問美麗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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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程公開 請問美麗灣 未來會不會有國賓的問題 請回答 我不知道 齁 殺個疫情是錯 殺個疫情是錯 你認爲呢 你認爲呢 你不知道 你在主政還是我在主政 不是啊 美麗灣 現在 現在有沒有國賓的問題 不知道啊 那就是 未來 會不會有國賓的問題 那你 我怎麼知道 那是美麗灣 在美麗灣的手上 不是說你的任內 你了解美麗灣的整個過程 我怎麼會了解 美麗灣的整個過程 那如果他要求國賓 你認為他國賓有理嗎 他如果要求國賓 就會有國賓的 這個訴訟出來的嘛 那如果他要求就是這樣 那我怎麼知道他會怎麼樣 我在這個處處處 我認為有台東人 我在議會一直 陳述完後 拜託管長 一個案子 在訴訟的當初 在這個訴訟的過程 我希望你保有台東的優勢 就是先不要給他建造跟死照 你不聽嘛 那你給他建造死照之後 我會 我講完 你再講好嗎 會延伸很多 未來的一個糾葛 包括有國賓的問題 那現在 憲武在環品師輸了這一場的官司 請問 美麗灣如果有一天他申請國賓 你會具體力爭 為台東人的福利在設想嗎 我跟你講 廠商依法來申請建造死照 更何況 這個案子根本就十幾年前 第一次發的死照 也不是我手上發的 最後那一次是不是你發的 最後那一次是不是你發的 後面人家的調整 最後那一次是不是你發的 那該發就要發嘛 該發就要發嘛 你發了之後 獻給台東人無限的痛苦 該發就發 什麼獻給台東人無限的痛苦 對吧 給台東人無限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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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西叔了 加西叔就換他伴了 換他伴了 你明天裡面有消失 你為什麼要給他 明天裡面有消失 那我跟你建議你怎麼不聽 我們認為沒有啊 那福瓦如呢 我們現在要不要修理 你不要跳來跳去 你不懷導我就問你嘛 美麗萬這個事情 假如當初我們依法 沒有核發該發的證照死照 我跟你講 如果改天真正有國賠 輸的才是憲政法 他就會用這一點來控告憲政法 不怪你會判死你真正很判斷 你跟你說重點 你拿台東人的錢在賣掉 你說得 我是拿台東人的錢 你賣掉 什麼錢 我怎麼你說 我賣就是台東人的錢 我賣就是台東人的錢 不知道是什麼 我賣就是台東人的錢 不要以為那是你的資產 要搞清楚 數啦 我請給你 來 來那個圖片給我給他出來一下 拜託 你不知道啊 一般人是無資料有沒有 但是在你的主持之下就可以辦得到 那個圖片,拜託一下音控制 你要胡扯到什麼時候才會起過來 我不想跟你照顧,講重點啦 進步不進步你自己去看就好了 你不用這樣欺騙台東人 來,觀眾你請客 來,你請客,你看一下 台東的公共建設,我要求你起來 你請客,當我主席 我要求縣長起來看這個圖片 縣長前面就可以 縣長的前面就已經有螢幕了 我要求他起來可以嗎 那是你跟縣長的事 我不能要求他起來嗎 那是您跟質詢的人的事情 那你看看這個圖片怎麼樣 行道書把它砍除 變成紅珊瑚的停車場 你認為怎麼樣 對啊,這位行道書都砍掉了 你看,你看,來,你說啊 來,你說的,你看看而已 看這裡啦,你們看別人啦 不是啊,這個 紅珊瑚啦 哪一個局處該去說明 哪一個局處 這個是在馬路上,這個跟紅珊瑚有什麼關係 行道書把它砍掉 變成他們私人的停車場 黃珊瑚要開車喔 那個怎麼可能是私人的嘛 好,那是公共的 好啦,那你揮護你去看嘛 好不好,你揮護你去看嘛 你說明一下 我這個是不是 我說明一下 那個剛好是在紅珊,是紅珊瑚的出入口 所以他們申請把那個行道書的部分改成他們的出入口 不是停車場 出入口 這對,不要做微信頓了 蛤? 不要微信頓了 你看他的多少的出入口 是不是變成他們原來 他們的停大型遊覽車的停車處 你自己心知肚明啊 不要這樣解釋啦 不會進步啦 問自己就好了 鳳凰室那麼大顆喔 你會可以把黑條給人做停車場 你在說出他們的出入口 那個是他們 他們裡面基地的出入口 那出入口有必要好幾百公尺嗎 不是有幾百公尺吧 蛤? 來,我還要堵我放一下 讓我們在市場看看 館長,你請開一下好嗎 來館長,你請開一下 好,你看 我請你起來 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我要問什麼 要你給他指點 沒有啦,你要問什麼 你可以起來,我拜託不起來 起來 你就不想問更正經 來啦,你做正經了 請教你 台北市調處 台東地檢署檢察官 西主任檢察官 對這一次調查 台東農業處的小金庫 你個人有什麼感覺 那個 已經在偵查的階段了 我們就 我們就 我想不必在這邊討論 阿你是有小金庫存在嗎 我覺得 你認為有沒有小金庫存在的事實 你認為 我想 同仁 講重點 有沒有 你個人有過去依慣例 為了不浪費資源 你講的喔,慣例喔 去做 去做這樣的 比較方便的 這樣的動作 也許在行政上有一些瑕疵 但是這個不是刻意要去 這個觸犯什麼樣的行者 這個 我這樣說 這是我這樣子過 如果說照你這樣講 公務人員未來都可以這樣子 這個 行政院被整個贊成的樣子 都可以用諒解 好啦 好,那這邊集團是這樣嘛 這樣 這樣這個事情上面 事情會出場 你們兩個同仁都沒有 西處長 你們請起來請 放輕鬆啦 管長都可以幫人家的方向 還說小金庫這樣操作 管長說這樣不違法 兩位請說 這個就是你對法律的見證,難怪公務人員 你問我有什麼想法? 你又要問我,你又要不讓我講 你要不要說什麼? 我就是剛才說的 你要不要說什麼? 你說沒關係 這什麼都是法律的見證 你要不要說什麼? 我認為我的同仁 但是這個事情既然已經在偵辦了嘛 那就依法去辦嘛 那你這種不正文 台東縣武有沒有市場炒金庫啦 勿網勿眾 好,勿網勿眾 不是像你這種人 好,勿網勿眾,請問你 你在對這個事件的調查 你認為縣武有沒有把農業處的市場小金庫在融會裡面 根據你的調查有還是沒有? 報告議員 這個階段齁 人家都知道調查不公開 好,你請坐,請坐,請坐 好,請坐啦,請坐啦 調查不公開,請坐 請坐 來,校長局長 校長局長 老趙 您很早 你的急速 會計 在去年有一個偷工案 挪用公盤 這個案件你知道嗎 我知道 請問 公盤是不是以彌補給公家了 還是他進行法律訴訟當中 後續他已經釣魚本群 我說的意思是沒有肉質保重 應該是我所知的 不要說應該是所知的 這是你的精神鋸上 把肩膀扛起來 補足了嗎? 補足了沒有? 因為後續他已經離開本群 還沒有補足嘛對不對? 後續我沒穿手了 好啦 你這樣齁 他已經離開本群 總共虧空多少? 總共虧空多少? 消防局某一個資源 虧空公款總共虧空多少? 數字我現在沒有記住 我可以去了解 裡面都不用管控 不用懲處嗎? 這個是你的責任啊 這你的精神鋸上 我希望你要端正 在整體的消防的措施 有錯就改 這個沒有什麼 社會的進步延然就是這樣形成 我希望你多多善用社會之言 包括我們的義消同僚 把過去在整個救災的無息的一個動作 多加練習 多加的一個去演練 台東現在目前有很多高樓 我請你仔細聽 東部辦公室執行長 等一天也請你到某一個好朋友的家裡 有提到這個營梯車的問題 我希望你趕緊寫個計劃書 我們一起共同努力 把建構台東的一個高樓的一個救災防護的設備 把它取得 人民才有幸福 這裡才能夠安全 我拜託你了 那對於未來裡面內部的經濟管控 公盤的管控 我希望你下一點決心 請坐吧 榮家處長 董哥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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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齁 其實我們都不用為了他齁 來在救援市 啊我要跟你拜託 真榮跟你拜託 就是因為台東的一個共同的基 日本的竹範 也是我們現在的經濟體裡面 最重要的外銷的王爺社區的問題 我希望你站在一個欠秀人民 欠秀這些土屋所有的子民 你一定要打造一個好的一個優良的生產品質 才有競爭力 他們未來的外銷的一個程序 要經過公部門的一個權利 去把它掌握他們的一個整體的一個內部的一個管控 我們不能怕九二公司洗三明粉 九二公司其實最大的一個受害者是中國 不用怕 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都會存在 但是我們要在國際社會 加一個TPP之後 有關你食安問題 我們衛生機長來請請一下 要做一個高度的管控 讓台東跟外界 跟外縣市跟世界接軌的同時 台東的食安是優良的 那我拜託你 趕緊跟榮會 跟阿彤你知道齁 你趕快協商 要怎麼樣去把這個世家 把它做一個 奉你世家 做一個有計劃的一個行銷 跟產業的一個出口 這個是問題很嚴重 我們不要放任 他們沒有一個方向 失焦了 我們出口出一個問題 後面的人要怎麼辦 後面我輕輕跟你建議 你站在擁業 不管在這個時空 反正我們有尋到什麼問題 也許我們有爭分 也許我們有不同的看法 但我們總是彼此來探討 對這個國家 對這個社會 對這塊土地跟人民 有所交代就好 你請坐 我請教長 有得到 我請教你 來 管長 我也拜託一下 這跟醫療關的 請管長請起來 管長我請教你 你說你的市政真好嘛 這是你自己說的 那麽 台東人對這個醫療的訴求 都非常可切 我請教你 管長你請看我一下 好嗎 這你要很認真聽 我希望你把他整合起來 這是我對你的要求 也是人民的訴求 請問 禮拜日 禮拜六 眼睛來疼 要去照顧 要去照顧 要到哪裡照顧 你不要比他 你不要比他 禮拜天眼睛 要割一千萬 是怎樣 急診 禮拜六 禮拜天 眼睛如果受傷 要到哪裡照顧 管長你跟我們講一下 這個郵差來回答 他有在推了嗎 比較精確 他有推嗎 你到底是要答案 對 他有沒有推 他有答案 有 那現在是三金總醫院的來支援 禮拜一到禮拜五是都 沒有問題 那禮拜六禮拜天 因為三種醫院醫生 等於台北進修 所以禮拜六禮拜天是 真的是沒有 好 管長我聽到嗎 這沒要跟你說嗎 沒有啦 我知道 這我現在用心困 用很心困 幫你拜託 拜託什麼 拜託這件事 你要來處理 我們 來 用心地處理這個方法 因為他也說過了 禮拜六禮拜 沒有醫生 也沒有他就醫 這屬性 所以這個是我們 自己來面對的困難 好 那我給你輕心建議 我有一個idea 你仔細聽 要做不做 人民再跟你討論說 我拜託我們的管長 拜 你的醫療公會 的理事長都給他 給他 給他請 給他協商 拜六禮拜 要怎麼樣去看診 把那個分別任務 給他 一起 少許的獎勵金 以上 單業 雙業 是在台中整體的一個部局裡面 重現的是單業 橫向的單業 是雙業 請他們來開業職業 就像花蓮 也是如出一射 同樣的道理 花蓮 禮拜六禮拜 有辦法去看眼睛 有辦法去看牙醫 人命的期待 對你萬般的訴求 我希望管長 你在各的時間 可以把這個政策去落實 當然會給你掌聲 包括我 是不是你可以去做 禮拜六禮拜 可以讓人民 我們有就業的管理 你請回答 議員這個建議 我們會參考 我們也來努力 你什麼時候要完成這個任務 我們會繼續來進行 那能不能 什麼樣的時間完成 這個現在沒有辦法 大概啦 怎麼有個時間表吧 醫生 不要接受 很簡單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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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冠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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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掌管 過去 在台中奉獻了一個醫療 二十幾年 我相信 只要你授權給他 登高一呼 所謂的醫藥公會 包括這些醫會 醫藥協會的理事長 一定會支持他這個政策 你要知道 你今天授權給他 我相信人民一定給你掌聲 拜託他來當局長 就是完全抽 那你要不要親自授權給他 什麼 所以你就不了解行政運氣什麼 沒有啦 還要不要親自授權 我還要跟他簽個合約 報議員 你沒想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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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順便順便 對 報議員 你喔 本來禮拜醫生也要休息 所以現在是血汗醫生 所以其實我跟醫生 醫師說過 本來禮拜請他來 過急診 老實說 他也很不愛 大家本來禮拜都要休息 不可能 你不以前很努力 如果醫理人們 大家賣民主廟 你不要殺 我沒有殺 我沒有殺 我絕對沒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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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區長 我沒有殺 你知道 你在台東醫療的地名度 跟你的高度 我相信很多醫生 對你都是警鐘三分 因為你有這個力 因為你有這個力 所以我加緊你在台海 要跟我們特急報告 希望你再管一名的通告 我的意思是這樣 你這樣不去跟他負責 你說他們就不愛 我告訴你 本來是拜他 本來是拜他 整個七天 只有一天有能夠看 那一天 我們要退去 真的都沒有 所以現在目前已經進步 所以你也讓我知道 你要完全有 其實很困難 因為 嚴科醫師 臺東沒有比的嚴科醫生 你不要做也沒關係 你如果要放棄你 人家你說你都很挑 不把你說 你現在還要講 不把你的專業 去把台東醫療 把他提升啊 你如果想要握在這個政治 郭愁的環境啊 我會看不起你 我請教你 閣長 台東腳趕快回去 買去台修衣 這個事情也是因為張局長 我要求他去進行 應該也有一些不錯的成果了 那你就讓他講 我要你清楚跟台東人說 因為你是大高長 我大高長就是我找到一個很好的局長 因為這種比較技術面的問題 我都完全交代局長的處理 他的結果會補過 所以現在... 那你是在台東目前 這個醫療環境 有看到這裡 學金、手金等等嗎 有啊 這現在就... 沒有啦 目前啦 目前啦 過期我們沒有這個省為所 所以醫生這是屬性嘛 是 所以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就要... 要求我們的局長去進行嘛 那局長有跟你補過嗎 你就讓他講嘛 對 你有給我們的局長補過嗎 有啊 你給台東人... 等一下... 等一下回答好不好 你有給台東人帶行 你在當時要徵國起來 說到大聲讓台東人聽 也順便讓我們的局長聽 來 你怎麼說 給我一年的時間嘛 那已經多久了 八五到九五歲 全多久的時間你可以沒有發明嗎 還剩三個月 三個月你是不是要把局長補過 說這個選委屬室 你一定要徵國起來 要讓台東人有一個... 開心的一面 是 沒錯 三個月的時間你活動有關心嗎 是 活動有嗎 有 確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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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你現在清楚跟我們的局長說 局長你告白的事務 我總管你在三個月裡面 最後的時間我一定建構一個台東醫療重症的一個行為手術 要把它建構起來 你向現場報告 也順便向台東人報告 我要親口 在這個大會裡面 台東人看到的醫療是進步的 來 你請說 好 還剩三個月的時間我已經知道 確定 確定嗎 你有沒有把局長請出報告過 我向你報告 那局長你有沒有報告過 他現在在想 他現在在想 來 你請問一下 來 你請問一下 來 你請問一下 我們的長官儀 長官的馬接對醫療的奉獻值得台東人去肯定 他能夠委屈求人來到台東 事實上 成年是不應該用這樣的口吻跟他對話 但是我總以為 在一個經濟體會的同時 我們的醫療如此的聯絡 日日日日 我們想到即使廣義 你要怎麼把公關王建領這八年裡面 所作的你講的經濟體會的發展 市民跟醫療可以成一個正品 我意思是這樣 但是我們的長官儀 的醫院 他也是一個有骨氣的男性 他既然要向他保證 就表示你王建領 就是向台東人選擇 你王建領在你這個最好的人來 兩年來 要首先走出的第一步 在這骨村三個月裡面 要把我們的行為所屬 要把他警告起來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 就回答了 是不是 你 你 這個 演講講得很好 沒有啦 不用擔心 你擔心你也不擔心 努力 努力改善我們的醫療 好 那我先跟你 那我先跟你說聲謝謝 我先跟你說聲謝謝 好 我先跟你說謝謝 你不要太干涉我們 讓我們很認真 好啦 我不去跟你干涉啦 行政權在你手上 不要撒棠手在你請坐 沒有啦 行政權在你的手上不要忘了 誰要干涉 台東憲政 有哪一個人敢干涉我方建庭的施政呢 只是輕輕的建議現場 我說的是 醫療院所常常有一些事情 你都要強行介入 人家醫療院所也不堪騎擾啦 像這種的 是你在擔心 是你在擔心 還是我在擔心 還是你在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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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擔心 你跟你說政權 但是你在擔心 沒有必要啦 台北四十元前 我們在說的 是一個台東 過去到未來 我們有什麼衝突的地方 我們有什麼衝突的地方 我們的財政會混沌在哪裡 我們的基礎的產業 有什麼東西做起來 管理你請客一下好不好 我要請教你一個地方 非常重要的產業 海洋深深水 它確實是可以造就 非常多的就業 包括它的市場是非常廣大 法律政現場 他用心把海洋深深水 著目的很深 台東人民選擇了你 我個人是希望你在任內 有限的時間裡面 加緊腳步 讓海洋深深水能夠開發結果 這是我對你的期待 因為這個期待不是個人的理由 這是整個台東未來的商業 是否能有事 我們不必要靠到一中市場 我們現在台東 看到一中市場 因為有休息休息的困擾 台灣人這個時候 要很冷靜 要很冷靜 我們是不是在這個天保裡面 我們重新加過 我們地方的一個經濟的脈絡 包括海洋深深水 它是一個新的一個新興的行業 它未來可以造就我們很多年輕人 在地服務 不用流落他 像我的意思是這樣 像是管理 你可以接受我的意見 你會用你孤獨的對比 這不是你的意見 這本來就是我們重點發展的財務 但是你要不要 你現在做 你重新廟幾年了 你重新廟幾年了 你重新幾年了 你讓台東人知道你重新幾年了 我現在進入第七年 在今年的時間裡面 你對海洋深深水依然在營地沒有進步 這是事實 那也不用判斥 那些人未來的人 你家常腳步好不好 你覺得那問題出在哪裡 你家常腳步 你說海洋深深的沒有進步 你知道問題出在哪裡嗎 這你不用說 你跟台東人說不 這也有時間好 我的意思是希望你家常腳步 建制部的手 水抽不出來 好抽不出來 那你說跨那一陣線 那把它擺爛 擺爛 那你覺得跨那一陣線 擺爛 擺爛 那之後有什麼成果嗎 我良善的跟你建議你不談就是 我接受 我接受 你不接受就好了 我接受 我說那個是我們很重點要做的產業 那台東十六線你的口號是怎麼樣 聽來講看 你真的有夠跳 很夠跳 我來跳 來跳 我不要聽看 今天不夠跳 來 台二十六線你的主張是什麼 那不是你用這樣講 不要講 不要講 拜託 台二十六線 請問現場 我輕聲一點 台二十六線 你個人有什麼新組裝 用什麼組裝 用什麼智慧 能夠突破這個瓶頸 來你說說說看 來當然 台二十六線就是被屏東化為自然保留區化 所以我在這裡對屏東表達抗議 你剛剛又罵我是黑道 你在抗議上 對 你有主張愛小組 這跟屏東好有溝通嗎 我講聲音 不出聲音 你也罵 我出了聲音 你也不回屏東的說法 你的聲音 你的口吻有過文雅嗎 我的立場應該非常清楚 你的高度這樣過文雅嗎 是你 為什麼屏東縣 你喜歡改變 他又爭執 又叫槍 你更瞭 比我清楚 對啊 沒有怕 他在這裡講幾句話 講幾句話 他們就認為黑道 講重點啊 我告訴你啦 要做不做隨便你啦 台二十六線 他是關係到一個台東經濟的章 每個是廢話大家都知道 你不要再講 你不要聽你就解釋 你讓我多用起來 你很厲害啊 你解決方案 我告訴各位 台26縣 可以拜託我們來坤城委員 跟潘坤安坐下來好好談 在當下 來坤城委員 在任期的最後一天 他陪著台東鄉親 到現場一起去抗議 去訴求台東鄉 你搬車廣好不好 你搬車廣好不好 因為政治有時候是一個現實面 但是政治有時候又談到一點交情 就好像我們的警察局長 過去在屏東服務跟蘇家前 也非常的有交情 人一人之間 有時候很多的政策在推動 是必須要靠到交情 那我們會應用這個交情跟理性 跟有智慧的協商 兩個縣組織專員小組 透過立法院的蘇家前院長 來做一個良善的溝通 我們只要多幾次的溝通 我相信屏東縣政府 他也會依然給這個道路錢 還給台東人 但我要再次強調 我們尊重屏東所有的土地的選擇 他們要文治法什麼法 我們都沒有意見 只要把道路的通信錢 還給全國的國民 我相信這個事件會落幕 剛剛這一段應該是你聽到我 阿富其他議員講的話吧 那你有講到那一分層嗎 你有講到那一分層嗎 沒有沒有 你別忘記了 那協調 那人現在比較濕 你都不記得了 沒有啦 我當時就自主 你不要動不動 台26線 就說有什麼廈國燈前禮拜 喔 那些什麼則外出我禮拜 不可以那些 你這樣的人會受罰斷 我沒有這樣講 啊你這報紙特是 我沒有這樣講 阿不然你這個則外出好 這次處理垃圾的問題 你是掌聲還是反對 他处理了什么? 垃圾啦! 他处理了什么? 他要把垃圾有点丹丘 包括我们的航空会员 要把这个垃圾 一天大概五六十吨要运到 暂时到高雄去处理 他去拜访了陈菊一次嘛 然后 这个我们很感谢啊 要感谢刘造好吗? 我当然感谢他 但是 这个事情是我们其实 进行了好几个月已经定案的事情嘛 而且是有问题的 不要打扛车啦 他是要我们的垃圾 黄仲台先议员啊 他虽然是新任的议员啊 我要感谢啊 感谢他有这种勇气去跟陈菊 去跟高雄在谈啊 我也要感谢刘造好人在这个七块的琢磨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那个现场 去告诉人家高雄说 他是绝对反对台东佛话厂去烧的 那是你在说的啦 不要去老老老人了啦 时间一晚啦 我希望我今天 的建议就是洋洋洒洒洒四十分之间 我们的冠军就是用不然他对嘛 台东如果继续VOT 台东如果继续 设定地上前 我敢保证 我们的现场下了这个位阶之后 一定逃离这个国度 我讲的 如果你不愿意听 如果你听不下 我拜托你都告我 谢谢林议员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各位 我们今天休息到十点四十再继续开会 开会 好 我们今天下半场是由我们 新海端湘新任的议员 张全新兰 请拿时间四十分钟 谢谢大会主席 那县长 副县长 秘书长 以及各位局所长 大家早安 首先本席在这边要先恭喜我们县长 在我们远见杂志最新2016年的县市长施政满意调查 那我们县长台东县黄建廷县长再度融合五颗星 那在这边本期要恭贺我们县长以外 我们还要再可不可以请一下 说一下在这部分有没有什么感想 谢谢议员 你的消息很快 因为这个好像今天早上才远见那边发布的新闻稿 那我想我们从执政以来 兢兢业业其实为了就是能够让地方更发展 然后让台东的人民过更幸福的生活 是 杂志能不能给予肯定 那个是其实是用来检验 那不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那是我们用来检验我们做的 是不是人民能够有感受 人民真的是不是有能够回应 有时候啊 我们刻意想要去追求那个好像民调的评比 或者媒体的这个评比 刻意要去这样做的时候 有些政策反而因为会流于讨好 然后好像一时之间可以讨好 让他们觉得是很满意 但是对台东长期整体长远的发展 其实不见得是有利的 所以这几年我想我跟团队 我们比较坚持要去做正确的事情 可能一开始不见得很讨好 一开始可能会挨一些骂 但是我想给我们一点时间之后 那个效果慢慢就会呈现出来了 我想今年也好 过去这两三年 我们可以得到五星的这个肯定 应该都是我们这一路来 慢慢很多累积的那个成果 真正被民众感受到了 那我想也当然要很感谢我们的民众 他们在看见台东的改变 看到我们县府的努力之后 他们愿意给我们这样一个肯定 因为这是很客观的这个民调的这个调查 那民众愿意表达给我们的肯定 让台东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 其实竞争是很激烈的 这样的一个评比里面 让我们台东能够获得这样的荣誉 我其实要特别感谢我们台东的乡亲 当然我们议会这几年来 给我们很多的支持 那么督促我们 要把工作做得更好 我们也非常的感谢 非常感谢我们县长带领的所有局处长 大家一起为我们这个台东努力打拼 那相信 我们应该做的 相信我们台东的所有县民 都可以看到我们台东的成长以及改变 那谢谢县长 县长请坐 谢谢 那接下来本席想要请 请教我们卫生局局长 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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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为在 5月19号那时候的那个 职群单位检讨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时间的因素 那没有跟局长做一个很详细的讨论 那在这边本席还是要请教一下局长 目前我们医师人力不足 真的是我们台东县非常大的一个遗憾和一个成统 那我们在这部分目前有做了哪些改变 或者有做哪一些政策去补足医师人员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 保远你是指卫生所的医生还是指我们全县的医院 其实我们全县的医生都非常非常少 对 保远 那个在卫生所方面 我们所有16个乡镇是乡镇的卫生所 大概离岛是比较够的 那在本岛的卫生所的话 大概我们现在只有陆里卫生所是缺的 那所以卫生所的医生是人力还是够的 那这些人医生当中呢 大概有10位是公费养成的医师 那其他原住民养成医生 我对不起我讲错 那还有一些是平地的公费医生 所以那个卫生所的医生有两种 一种是公费医生 另外一种是原住民养成医生 那至于在医院端呢 属于部立台东医院 还有马歼医院 还有基督教医院 理论上基督教医院的医生是 在他们的编制里面是 勉强是可以够用的 那卫生福利部的医生 因为有卫生福利部医生来支援 所以人数上是够 只是说他们运用上可能是支援 他们比较 那我是来自马歼医院 马歼医院我比较熟 所以马歼医院目前最缺少的就是 皮肤科眼科还有整形外科 那整形外科对医院 对我们台东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可是我已经努力了九个月 我一直在努力 可是因为台湾现在整形外科的养成 非常有限 一年只能够养成25个专科医师 那在医生中分布不够 所以要分配到台东来 真的是我们痛 那眼科也是一样 那我们在年初的时候跟三级总医院争取 所以他们三级总医院派一个医生来支援马歼医院 他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在我们台东服务 可是礼拜六礼拜天他还有博士学校去学 所以他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在 在我们台东县的眼科是 急诊室真的是人力是不够的 那皮肤课的办法更是 除了开业医生以外 在医院端真的是没有专科医师在里面 所以我们台东医疗真的是缺乏 是 所以说我们就回过头来想一想 就是说 在我们前议员他也有提到 是 张盛成议员也有提到说 是 我们位局能不能好好利用我们 胃福部所提倡的一个 原住民及地区医事人员的养成计划 是不是能够好好利用这个计划来 来增加我们台东县的医事人员的养成 那其实我有做一个统计 请一次 我有做一个统计表 请那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医事人员的统计表 从103年到105年 其实他都针对金门 连江 澎湖 那一个就是原住民 还有兰宇乡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兰宇乡一直以来 都有去做人才培育 就是在医事人员都有去做一个缺額 但是因为我们原住民 他是整个寒挂我们台湾 那这个部分没有办法说真的 补足到我们台东县 所以说在这部分 是不是可以请局长再 好好我们研究一下 是不是未来我们好好跟胃福部去争取 我们就以台东县 我们跟连江县一样 我们就以台东县为主 看看我们能不能遭到 哪怕是三个医事人员 对 那如果兰宇区真的有需求 那我们再从我们台东县的 医事人员的名额 再给他去兰宇服务 这都可以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 与其说我们都没有一生想来台东 让我们好好的利用这样的计划 来培育我们在地的学子 养成他们 让他们能够成为医师 好好的回乡服务 在我们台东来就业 来服务我们台东县的县民 对 那局长您认为呢 是 我想我们会继续努力 我们往这方面继续努力 因为我们这边 我们小朋友 高中如果真的要是念医学院的话 是比较难 我刚刚武克林医院报告 高中毕业要去念医学院 当然原住民这边是有自己去竞争 可是接下来还有一关 第一个他必须要念毕业 还有接下来他必须要考过执照 所以在这方面是比较有困难度 不过我希望我们从 但是本习是认为说 我们只要一旦给我们台东县的学子们 有这样的机会 我相信 他们一定会努力 他们一定会努力考过所谓的指导 还有其他的证照部分 那就是说 因为我们目前没有一个很好的管道 让他们能够考取这样子的一个考试 那如果我们能够针对我们台东县 对 来做一个缺额来招生 那如果考过的学子 我们好好的辅导他们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努力去完成这样的学业 也会好好的为我们台东县来服务 是 是 那再麻烦 再麻烦我们局长 是 那再来就是想要请教局长 就是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救护车的问题 是 因为其实在海端乡 就是在早期也有曾经因为救护车 因为调配的问题 那有当时的我们现任的乡长 与众议乡长 那时也有去做质询 因为目前的救护车的那个调动 是不是先请局长稍微说明一下 我再来 救护车调度是消防局这边统一调度 我们是指挥中心在调度的 OK 那但是因为卫生署还是有救护车 那你们是全部都统一厅 是 指挥中心统一调度 好那没关系 那局长请坐 谢谢 那消防局局长 局长早 那本席是要想请问的就是 因为像我们目前 在那个人员救护的部分 好像有说不能院转院 因为他不是所谓的紧急救护 是 但是因为我觉得目前来说 本席看到的是我们紧急医疗的部分 有一些商民他们可能 我们海端商临近都会很紧急先送 关山 但是从关山只要一旦收 他发现他没有办法去做救护的时候 一定要马上的立即转到我们台东马街 甚至是基督教 是 问题来了 刚好院内的救护车 就是没有在 是 那这时候 当然他就会说 我们不能去叫 他们不能直接叫你们去出勤 因为这不是紧急救护 他说一定要请民间的救护车 但我本席是认为我们 卫生所其实有一些救护车 他可以马上做支援 但是 碍于法规都没有办法去做救护 那本席这边还是要先感谢消防局局长 因为在本乡 本乡有一个乡民 在四月份的时候也是有发生类似同样的问题 那当时也感谢消防局这边的协助 立即把我们乡的乡民 紧急送到马街去做治疗 对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想这个法令的问题 其实很多是可以因地制宜的 是谢谢张军医员对紧急救护的关心 那大致上紧急救护大概分两个区块 一个是盗院前 也就是送到医院之前的这个区块 原则上是由消防单位来主导 那第二个区块就是盗院 送到所谓的责任医院之后 来做处置的时候 这个部分就会启动转诊的机制 那转诊呢 依照法规的规定是 这些责任医院本身都应该配置有救护车 所以原则上转诊都是由医院的救护车来转送 但是当时就因为医院又没... 那刚刚医院您所提到的就是 医院的这个病患 救护车已经出勤了 那接下来又有病人需要转诊的话 那如果这样的情形 只要跟我们消防局的指揮中心来联系 我们会统一调派就近的 比如说医疗... 卫生单位的救护车 如果当时他们有空 我们会请他们先出勤 那如果真的人命危急 必须立即转送 我们消防单位的救护车也可以派出去执行 但是这里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 这个病人真的是危急 经过责任医院 他认定他是危急个案 必须转送 那当然不是说民众想要转送的那种 没错 因为怕浪费我们医疗资源 如果是紧急个案 我们一定会处理 但是因为像本期想要问的问题就是 像如果那个个案 假设是医生就马上立即说 这个部分我们医院医院是没有办法去做处理的 一定要紧急送法接 如果是经过医师看过病人判断 需要转诊的 那当然优先还是由医院的救护车来执行 那如果医院的救护车真的已经不在了 那一定要急着转 那医院可以跟我们医疗来联系 我们会协助他 是 那当然我相信局长非常用心也努力 那只是因为说 针对这样的法令 其实是有点不太实意的 因为 打个比方来说 如果他当下并没有昏厥 也并没有血压 都没有降低 都医师都非常清楚 但是我们不知道说下一秒钟他会怎么样 所以必须经过医师的专业判断 对不对 但是我是想说 如果说未来可以的话 是不是说也请我们卫生局这边 我们做好好的 我们互相的协调沟通 对这样的问题 尤其是我们偏远地区 真的非常容易发生的时候 是需要有一个很完善的一个流程 去处理 我们现在当然也在检讨一个方法 也就是说跳过地区的责任医院 直接送到市区的 比如说有一些围棋个案 例如心肌梗塞 有一些围棋个案 他一定要送到台中才有办法处理的 这样的case 我们就不送到地区的责任医院 直接送到市区的医院 是好 那再麻烦我们消防局局长 跟我们卫生局局长 是是是 好 请坐 谢谢 那再来建设处 吴处长 医院长 处长早 那针对我们台东县的停车的问题 那我相信 呃 现明我们看到的就是有关我们身心障碍的停车格 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严重 因为我们常常被占用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身心障碍的停车格 其实设置的格数没有很多 对 那他们好不容易已经知道说 假设在某一区有停车格 他要去停的时候 发现并不是我们身心障碍 障碍者 他们有那个身心障碍症 他们有那个症的时候 他就给他那边做占用的部分 那不知道说这部分 对 谢谢张庭妍对身心障碍症的关心 在以台东市来讲 目前大概卡法会规定是我们路边停车的 那个身心障碍症大概2%的停车位 目前我们已经画到6% 就针对机关 机关学校跟医疗院所 还有车站附近的部分 我们都有画设 我们总共在台东市收费停车 路边收费停车 我们画了44个格子 张庭妍有提到有被占用的情形 我们在会同一个交通队 我们再去查核 这个部分再查核 另外在前线有 就是路外停车的部分 我们有画了75个 我们再来检讨是不是要证设 因为其实像 我相信收费员也一样 如果看到没有证 他们也不太敢 把他开一个停车 停车的费用 但是我想说 我们参考像明镜的花莲县 他们有一个做法 就是说如果今天是占用者 他并没有身心障碍资格的话 他占用的话 他照样开 他照样开那个收费 收费单 但是我们可以 就像 我们可以 再给他着收一些费用 那让他们能够回归到自己的停车格 而不是去占用到我们身心障碍的停车格 所以这样算是一个 也是另外一种做法 那不知道 这个还有一点 他算违规停车 我们加农队这边还可以去处理 是 这个部分我们会来协调 加农队在 加农警察在查请的时候 也顺便去查这一点 对 因为其实像我们临近 像花莲县 他们在做这样的处理的时候 他们是 就是让他们做 假设多增加百分之二十的停车费 对 那还是这样给他照样收费 因为其实他这样子 不只是 嗯 占用到那个停车费 也让我们这些身心障碍者很不方便 对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完善的处理的话 哪怕是 就照样还是给他开收费单 那看是 在我们收费的规则上面 是不是有在针对这部分 在着收多少的手续费 我相信这样子 所以我们每一个市民都可以还是可以接受 好 那我们就照张前议员的建议来处理 那还是请你们再去好好的去协调看看 好 好 那再麻烦处长 谢谢 发理处 张处长 对好 处长 那 本县其实现在目前来说 有一直在推动我们县内的观光 那观光其实 大家都看 已经都可以看见我们台东 并且也很喜欢留在我们台东县 所以说来我们台东 不管是为旅行 像是住一两天 甚至住一个礼拜 大家都 我们所有的 嗯 所有的那个游客都非常的喜欢 但是目前 我们针对民宿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先请处长稍微说明一下我们 民宿的申请流程 民宿的申请流程 一般来讲 都必须来到我们的观光流处 来填写申请书 就是要有申请书 那申请书上面呢 有很多的申请必须要附的文件 必须要一并附上去 是 比如说它建物必须要有使用执照 是 然后土地如果不是自己的 就要附土地使用选同意书 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建造的图说 消防的图说 大概是必须附这些东西 所以它这样的流程大概要大致上 就是在几天内会完 从申请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从申请然后我们还要会办建管消防 等相关单位之后 还要去办线刊 那线刊如果有一些要修正 或者是什么来来回回 是 我们大概都会抓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的时间 因为其实本期去了解之后发现 我们会办单位的话 其实都是以府内的就是县内单位 那其实县内单位 其实我们要会办的时候 假设会到第三个单位的时候 发现资料 假设第三个单位有问题 提出质疑要补件什么的 那请问补完件之后 是要再重新会办 还是说就直接从第三个单位再继续跑 跑流程 我们因为补完的那个证件 还是要给原来的那个单位审认 所以我们还是会给原来的单位再看一次 因为毕竟管理处不是那个主办的 是那个单位 所以这样其实就是同样跟之前 有一些议员也有提过 我们农业处就相关流程 也是碰到同样的问题 其实我们府内 其实你在会办的时候 就是针对有意见的单位 因为他们提出了质疑 譬如说要做补件的动作 那补完件应该还是从 就是有意见的这个单位再继续会办 那怎么又从头 那假设有九个单位要会办 那从第一个一直会办会不会会 会到第八个之后 突然有问题 补件又要重新从第一个 那是不是有点太浪费时间 这个我们会注意 所以说本来是建议说 如果说我们真的是 只有我们县内的单位的话 其实六十天真的是非常足够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 做有效的简化这些流程 就像我刚刚讲 会办的时候 如果第一个到第四个单位 都没有意见的话 只有后面的单位 第五个第六个有意见 那补完件应该就是从 第五个第六个的单位 开始再会办 怎么会又从头 回到第一个单位会办 我了解看看 基本上是认同议员所说的 对 因为其实就像 就像您讲的 如果今天 好不容易会到第八个 又有问题 重新会了之后 第三个单位 又提出质疑 要他补件 那我想这样子 不只是两个月 那有可能到半年 都还是有这样的情形 好 这个我会来了解看看 好 那再麻烦处长 就是希望说 我们台中县 目前在推入我们的观光 那其实很多民宿业子 都有去做合法申请 的动作 但是都碍于我们时间流程上 浪费太多时间 那我们就协助他们 看是不是说 我们在我们会办的流程中 去找回做修正 检讨 然后 让他们能够在最快 最快的速度下 最有效率的方法 让他们合法能够申请 是 好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在 跟建设处消防局这边 也请他们来协助 是 好那再麻烦处长 处长请坐 浓损的部分 不知道说这部分 因为寒害 他们遭受一些损害的时候 县府这边有做什么 就是 协助吗 抱一眼 那天我给你也报告 寒害的认定 大概是很难补的 第一时间都没有的话 你经过三个月 四个月以后 说因为寒害的关系 那我们在申请的话 是有难度了 所以当时我们也给你也报告 另外就是说 今年大概我们的一些相关的农业的 有些水果 有些可能说成的不是很好 那个大概也不是说单一性的 是等于气候的变迁是 几乎很多样种都是这样 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将来在整个栽种 或者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们可能会跟农改厂 在研究 所以刚刚一眼特别提到的 有关于梅子的部分 我们可能在最近的时间 会在那边开讲席 跟农民在做辅导 我觉得有些问题 大概就是发生了以后 我们可能针对问题 来研究方法 但是你假如说 要靠天然砸害的方式 那个可能是可意不可求 但是本席 起初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我就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就是说 像我们每年暑假的时候 那碰到台风季节 那是立即性的 那发生我们重谷县的农民 那当然农作物受损的时候 我们就马上补助 这OK 但是第二个例子是说 像我们今年就一月的时候 碰到霸王寒流 那目前桃园区 也就是我们高雄市桃园区 他们那边的族人 也都是种 种植我们梅子水蜜桃 那那时候 他们的农民也是跟 宪府有去做成情 因为一二月的寒害 造成他们三四月的收成 不敢讲减少一半 但是一定会有三分之一 他们减少真的非常多 所以说他们去请他们的 宪府去做协助 那宪府他们也经过会堪了之后 发现真的是符合资格 他们有对于他们乡内 他们区内的农民去做补助 但本期就会回头 想一想我们台东 我们台东 为什么不行帮助他们 帮我一言 我们台东的部分 在医学文的灾害 我们在二月前都拨下去了 对 但是因为二月的时候 并不是我们水蜜桃结果的时候 所以说那样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水蜜桃 水蜜桃农 就真的非常不公平 因为水蜜桃 它就是在三四月的时候 开始开花结果 然后开始套装 然后它包套之后 好了之后成熟 那就是五月 我们通常设计的时候 去做促销 就那时候刚好是大产 就是产量的季节 但是其实处长 您有去我们台东海端的 那个全国设计 您又发现 我们有水蜜桃 但是其实 那是我们 所有我们海端乡的农民 一同为了那个活动 把自己的剩余的产量 来给大会 来变成我们就是 活动的那个促销产品 但是其实 你真的去看一看 我们海端乡的那个水蜜桃农 它们产量真的减少一半 有的还跟我讲说 去年收成还可以收三百盒 今年一百都不到 这样会不会太离谱 那其实 贵处有去做调查 那你们都是电话 那就是先电话查询嘛 那你们是说 我们这部分 农民没有办法提出相关证据 但是本席想说 他们在每年在收成的时候 会订那个纸盒 像箱子 那也是一个数量的依据啊 那你要他们那样子 议员你提前意见 我想我们会来思考 议员因为那天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包括在 在盐坪乡 包括在海端乡 因为两个不同时间 差一个礼拜 那盐坪乡是跟我讲说 大概慢一个月 那海端乡大概也慢半个月 大概一个月嘛 是 跟你也报告 这段时间 我是真的是有去看 那处长您看的结果 你跟韦人的感想呢 最近我看到的 可能我看的不准了 可能我看特别地区了 我昨天早上我去坎顶看 坎顶的部分 他目前很多状况是不错了 有些不错 但是你有没有去问过 像我们坎顶村的村长代表 问看看他们的意见 因为其实 每一村的村长 只要有 该村有种水蜜桃 几乎都跟我反映说 我们就是受到寒海 就一到二月的霸王海冰 他们没有办法生存 他们提的是说慢一个月嘛 是 但是到目前为止 他们就是没有产量 我们这样好不好 我想 因为这个问题 往前来 来做 申请或怎么样 因为钱不是说 我们现在我自己可以编 这还是往中央要 我们可以试看看 但是我想 这个信息是全国性的 今年的芒果 大概只有收成 大概两成到三成 这个蛮严重的 当然有的部分是不错 像香蕉 像凤梨 有些是不错 但是有些部分是受影响 当然跟这个季节也有关系 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因为 这个是给我们一个课题 是不是马上可以解决 我不知道 但是后面对后面会有影响 这个部分我们会特别注意一下 海端香大概也种了17公顷的 那个水蜜桃 大概盐萍香也差不多 所以两个加起来 大概将近40公顷 三十几公顷 我知道今年其实是农民最辛苦的一年 因为都没有办法去做收成 其实跟一眼报告就是说 因为去年的去年 他有特别提到这个问题 所以今年县长对海端香也好 对盐萍香也好 我们在水蜜桃的推广方面 大概县长都各给了将近10万块 所以这个算起来算是 过去我们可能两个香都没有这样给 但是今年都给 就是说 因为大家知道 这是我们在海端香盐萍香很重要的产业 所以我们也特别配合 但是当然你说补偿的方式 这个部分大概天然在海盘查报 是有一些标准的 不过你们提的意见 我们在明年会特别注意到 对因为其实说 你看你说 这是要做查报的动作 然后才会去向中央申请 但是你看像其他县市都可以的话 我想我们台东县也一样 碰到同样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一样的 把我们的问题 再次的向中央反应 这个因为你提过 这个问题提到了 所以一眼你今天 当然也感谢你的关心 这个其实跟我们民意代表 或者地方的反应很重要 你当时时间上 在关键的时候提出来 比现在提大概是效果好一点 你那时候假如2月1号 可是没有办法 2月的时候就没有结果 对不对 那时候提的话 那状况提出来的话 我们那时候来查估的效果 会好一点 是 我想梅子也是一样 韩国也是一样 这些农民都非常辛苦 就像您讲的 我们2月的时候 就正值寒害 那时候也并不是开花结果的时间 我们要怎么提报 我们带你们去查 也是看到那个树枝而已 对不对 那时候比如说是寒害的时候 那个花的那个情形 那个大概会有影响 不过我想你提到的 今年大概我们太多的话 就梅子跟这个水蜜桃都有影响 那梅子更惨 所以我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们明年在做茶菇 今天在查报的时候 会特别注意到问题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能够 在这部分好好想一个 很好完善的方案 那不管是说编辑算 还是说我们好好的跟中央去做 去做协调 那我相信 还是要帮助一下 我们这些在地的农民 因为他们真的很辛苦 一年 就只靠这次收成 但是没想到 产量竟然 没有比以往多 反而减少一半 这是还不到一半 是 那你要知道那些农民 要请了一看 他们要怎么生活 是 对那我想说 这部分是不是还是 请我们农业主 再去好好的关心协调 是不是能够下乡 我们去看一看 我们那些农民 他们目前产量的情形是如何 因为当时您讲的 我们五月份都办设计 他们说因为 收成的时间慢一个月 但是现在已经要快六月了 他们开始要没有产量了 你会发现说 原来产量他们慢一个月 可是一个月内 竟然会没有果实可以收成 那他们要怎么办 对 那本期就希望说 我们这边 是不是有关那个 你说的那些 什么灾害的标准 我们再好好的研究看看 也是要给我们这些农民一些 就是协助 因为他们真的很辛苦 对 那再麻烦我们处长 谢谢 农业厨厨厨厨厨 那个有关我们 动物防疫所是 贵处几下的一个 一个独立单位 那本期想要请教 就是有关我们狂犬疫苗的部分 怎么 Planning decir 请讲 狂犬疫苗的部分目前收费的情形是一支 我们本来是一支是150或200 现在有降 现在改了100块多少 有降 对但我知道 当然本期知道说从103年到目前为止 我们疫情爆发开始 那时候有近一年多的时间是免费的 是因为那时候正值疫情的时期 那现在105年 好像听说疫苗的这部分注射 好像要收费100元 对但是我们还是要反映一下 我们在地我们那些村民的新生 因为我们在地都是务农为主 那其实很需要去养一些 比如说小狗或者是一些动物 去维护他们的生命才安全 那如果说针对我们比较有困难的村民 假设上帝受入户 他养了10只 假设养了10只狗 那他就不担一千块 我想跟医言报告一下 那个 我请动王手跟医言联系 我们看乡里面的需要 大概哪地方 我们要他们下乡来服务 至于其他的细节 我想我们可以讨论 我请动王手跟你联系 因为其实本期有跟动王手所长有联系过 特地时间再来排看看怎样 但是因为他说 因为这部分没有去做预算编列 那当然就是朝向使用者付费 那其实使用者付费这部分 其实我相信乡民都可以了解 也可以认同 但是就针对我们所谓的那些比较 比较困苦的乡民 如果他真的是低收入户 那他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来帮助他们 不管是编列一些预算 让我们真正贫困的乡民 他们能够去做免费施打 那个 免费去做施打我们防犬疫苗的部分 因为我相信 如果说我们防犬疫苗的施打率 如果越普及的话 当然对我们县内的疫情是非常好 我们可以做很好的防疫动作 谢谢医言 我觉得你提这个议题是非常好 因为他打狂犬疫苗 都要表示他要纳入体制内 我想纳入体制内来讲 对我们来讲这是我们的目标 而且补给力越高越好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会跟吴所长 我们研究看什么方式来处理 是因为其实所长那时候 有跟本席报告说 这个部分没有边境预算 所以说还是朝向使用者付费 但是本席还是想说 如果针对我们真的 就算我们刚刚本席所说的 那些比较低售入户或中低售入户的乡民 他们有这样需求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能够足以补贴 让他们能够免费去做注射 那当然如果说像经济好一点的 那当然就回归到使用者付费这个部分 对那还是请 我想只要民众愿意配合政策来做这个事情 我们都很愿意来把克服这个问题 是 那还是要麻烦处长 就再次的关系一下 我们有关海端乡的农业 还有以及我们就是黄犬疫苗的部分 是因为我们真的 乡亲是真的非常有这样的需求 希望你们能够做最好的改造他们 我觉得我们过去海端乡种很多的小米 然后另外就是树豆 另外就是红柠 假如在这部分需要我们来配合的话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想再跟我们的乡亲 我们的海端乡米再研究看看 过去曾经做过小米的 其实我们海端乡蛮多的 只是说可能在比较近的地方 可能他们不愿意 但是有些地方可以使用的话 有些保留地可以使用的话 我们都愿意来配合 多花面啦 多角化啦 故事单单水蜜桃 其他的部分 他们可能也是用他们过去的方式 简单的除草或简单的方式 我觉得这部分我们会来辅导 我们让他的那个农业的生产 那个面向更大一点 那其实还有一点 就是有关我们农产品的部分 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产品 我们需要一个很好的行销方式 那这部分不知道说 我们农业处这部分有 为我们海端乡的农特产品 有做哪些促销活动吗 可不可以请出 一眼跟一眼报告 我刚才特别提到那几项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有的量都太少 所以我想你假如有量的话 尤其目前我特别跟一眼报告这几点 就是说我们将来在整个 我们网路农场在很多方面 我们会跟农会跟相关手 我们研究看看 有一定的量的话 我们来行销来推动的话 那个效果会好一点 你假如说整个海端乡 我们小米这个做个五公顷 十公顷这量就少了一点 如果其他量少的话 变成说它行销了半天 有时候我们像过去在网路农场 曾经有人假如说 我们是用红楼果 是用巴行销 结果我们广告做得很大 它结果就两公顷 这个广告做完了第二天就没有了 结果它没有量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在做行销的时候 要考虑它本身生成的量 所以刚才水蜜桃 当然你说很少也不少17公顷啦 但是它实际上的话 它的管理当然也蛮重要 这个部分我想我们都会跟一眼再研究一下 我们把针对他们的多样的 因为我们在原住民的乡镇里面 有些地的品本身的地质 各方面来讲 我觉得它的多样性 还有一定的量 然后这个部分我们会来协调一下 我们特别会请农物科来注意这一点 是那当然就还是说 在我们农产品的包装上 你会也要好好的协助一下我们农民 好好做一些包装行销 那我相信如果卖相好 这时候其实也不用我们先不帮忙 他们只要在MV一PO 马上就销售一空 所以你讲要包装这个 当然就是目前我们海端家研明一下 有一个比较奇怪的 就是说 我们包装放的好大 东西也很小 这个好像跟我们一般想象不一样 要特殊了 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会来协助 对 所以说是不是能够 还是这样请就是我们农业处 好好地跟我们乡民做辅导 因为我相信说 目前其实网络多媒体的一个世界 我们通过网络行销 那个行销非常非常快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包装 老实说我们农民也不知道怎么做行销 对 那我们如果去帮助他们 譬如说水蜜桃 假设教他们说怎么样的行销 包装方式会卖向比较好 诶 那这时他们叫eeprofb 其实他们也没有所谓的 就那种什么资产的问题 就马上就一定会销售一通 所以说这部分还是要再麻烦 我们处长再好好的多费心 我们会特别注意到 好谢谢 谢谢处长 那也发现县长非常非常关心 我们海湾乡的 不管是农业或者是一些地方建设还有活动 像这次我们办理全国设计 县长也亲自立临我们全国设计的 活动开幕活动 那本席是想要请教县长 如果未来在办理有关旅游出 办理的那个热气球活动 以及光雕音乐会 甚至我们原住民南岛龙化节的部分 是不是一样的可以再次把我们海湾乡 纳入为举办地点的一个方案或考量 好我们会很认真来思考这个问题 我觉得应该我们对发展比较 比较相贵落后的乡镇 我们反而要更多支援去福祉他们 但是我会希望就是说要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要相关的准备工作要准备好 如果让大量的人潮去造成那边混乱 到时候我们是挨骂一通 或者人潮再去了 我们有没有做好服务 我们会不会能够因为这样带动更多的商机 这个都是我们要先准备好 不然去了人潮散了 留下垃圾 我们就来努力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向 好谢谢县长 因为其实我相信我们海端乡的商品都准备好了 那再麻烦县县长再多多关心我们海端乡 麻烧不论 谢谢 你那请坐 谢谢大会主席 我们谢谢张田新南议员 这么丰富的先任总之行 好我们接下来 那本会同仁和一个同事 要担忧 但是往后县长的市政是不是会受到影响 不过个人认为 管党、市政和团队如果能够处处以民意为归 跟民众站在一起 我相信不止五千金的这个黄金金牌县长 我觉得六星都还有可能 包括我们县议会所有议员的建议 如果是好的 我相信我们政府团队都必须要来实行 如果是中央的政策 包括我们说的海岸法 容设条例 跟民众权益 有抵触的 我们管党应该有需要 来向中央 清楚我们民众的困难 包括最近端午节 怀向列车 要实施 大概六月一号开始就实施 实名制 网络店够 他是不是去窗口拿票 那听说法东 当然政府这个政策 体育局是好人 对法东是好人 不过他事半嘛 事半就会访典的事严运同样 参加事严运同样 那有些设想不得到的地方 比喻说 法人是优 海东是V 凭身份证去取票 那我现在请问 林郑处长 台东县年当中 涉及在台东 设文证号码不是V的 占比多少 我们没有 我们回去统计一下 这个你的报告 好 台东县年会有几个议员 30位议员 设文证字号不是V的 有几位 那我告诉你好不好 周达他周一 刚刚上次执行我们张全新来 你喜欢同乡 所以这号码是M的 还有谁走啊 胡锦华议员 翁立尹是不是 翁立尹也加过来 因为身份证字号 是在外地 包括家来台东的所有的这些女孩子 身份证字号都不是V了 那我想说这个方案 中央的一个实施 都会一起对台东 返乡 飘篮球 做一个措施 我是说 你这个中央的政策 你也要符合我们台东人的索要 我相信 前面了解台东县议会 大概六分之一 像这号码议员 6分之一 就不是V了 翁立尹你说的没错 所以我们自己民政处办的返乡专车 我们台东县议会包的返乡专车 我们除了V开头之外 只要是涉及在台东县 对对对 不能单单 设计比较重要 你既然说去窗口取票嘛 你就凭身份证嘛 复籍地是台东县的 就可以去买票嘛 不然我们整个会儿都可以买票 你去买也很快 包括网友 网友 网友 实际上台北也跟我们讨论过这件事情 他也知道我们设定的方式是跟现场刚刚讲的 那个方式就是V以外 住址也可以就可以进入这个系统 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参照我们的方式 我们就觉得蛮奇怪 所以你要反应啊 我没有反应 现在我们就必须要为我们台东的民众 来争取这个权益 因我权益嘛 这样 你处长请坐 我请教他们的董事长 我请教他们的董事长 好吗 我们台东的佣地河 几河 是 董事长请坐 同时期 期间差不多五万多吃 五万多吃 是 你一年公英台东的这个 地的投诉 八万多吃 八万多吃 那现在 现在有可能这个 美猪 是 可能会进口机会很大 是 那现在他本身关系到什么 关系到食安问题 是 再来 农民权益 是 你现在 他所有人的豬肉 可能价格较少了 是 冲击到我们本土 养猪这些豬肉的这个观念 再来 我请教那个卫生局局长 他在专业 专业 这个所有人的豬肉吃下去 对人有什么影响 报告议员 量少是还OK 这有一个量 现在因为我们人体都不能做试验 所以其实 你就是说 所有的含量在美国 他们是允许的 我们台湾这个是说 含量 毒物科 我们台湾要定出一个目标出来 那是一种气喘的药 那就是 只要是气喘的药 啊 吃了 它是不是副作用 大概在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比较多 比较多 心血管 如果那个量还是要够多 如果一个小学生 还是 孩子 在国中 国小 他们小孩子承受的能力 应该比大 后脚 比较多 所以 除了 我请教局长 如果美术进口 台东县 可以经济买吗 以前 我管理 未全事件的时候 有的管理 不是说 这个 黑心的事业 但 接受 它的东西 那如果我们台湾县 来说 这个美术进口 我也没有 可以 可以吗 法规上再研究看看 好不好 是 再來 如果一定要买 是不是 標示清楚 是 这是 台湾地 这是 建口的地 让民众 能够自由去选择 去 那再来 最重要的是 要不要这样 我们的国中 国小的营养午餐 既就这些人的经济 用台湾的温体株 人家回到的行政 要它的所有情的含量 副作用 对人家的游风最大 所以 我觉得这一点 我才做一个经济 如果不能经济 你要标示清楚 如果标示清楚之后 但是我还会是 营养午餐 国中 国小 定基 用 正靠的 所有人的地方 是 是 就对你的意思 是 那我想我们会去 我们如果这样子 要要求 给他们住民的人清楚 给民众的选择 是 因为这刚刚是 我们的食安问题 还有我们农民的权益 是的 我会说到农民权益的受损 这部分 那么 如果 中 上海降到最低 因为这是 中资政之后 太多的问题 必须要为我们管民 来关心的 两位处长请坐 谢谢 谢谢 再来 我请到社会处委处长 那113家报 这个专线 我给你去年 我国际男星加入协会 在县政府办了一场 拜托检察局 部队也协助 协助 113家报的平台 如果 我现在说 我邻居 有一个妈妈 打小孩 那我打去113 那你们的SOP流程是怎么样 很抱歉 你一个 113是全国的一个通报 平台 那 他通报进来 如果是上班时间 我们马上会收 那如果是下班时间 隔天 隔天上班的时候 就一定会收 那如果是那一个儿童的 那一个 架暴事件 譬如说 那是要孽童的 那社工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 就仿视到 这一个当事人 仿视啊 就是他一定要见到 那一个小朋友 他去做那一个必要的处置 必要的处置 你现在是站在那儿 站在社工而已 对 现在就是那个保护性社工 他会受案 去仿视 他一定要 对 那如果是 先生大老婆 踏步 我踏医生 那要做那一堆 做那一堆 也一样会是 那个如果是 那一个 是那一个 那个什么 那一个 亲密关系研的家包 这个还是一样 会是一样是社工 的保护 城堡的社工 会去收案 会去处理 社工处理就对了 对 教育处处长 对 那一堆 那一堆 公园国秀 发生的事情 你知道吗 知道 他节目要发生的 应该是3月 十几号吧 3月14号 你这些事情 知道吗 你当时知道 教育处 知道之后 有跟我报告 是当时3月14号 也是 也是在教育处 知道之后 他当天说 这个 校长 一般晚 拿刀 砍杀 太太 被两个小学生看到 小学生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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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回到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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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手的 安撫 叫他不要浪漁 大事化小 那我想這是一個比較嚴肅的問題 這個小孩目睹之後 他現在113有一個說要保護 這個報案人 這個要件嗎 處長 有那個一定會保護那一個通報人的那一個 保護隔天 校長就知道了 我跟你的報告 報告員 我可不可以還原一下我們行政調查的結果 你說的行政調查 我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報告員 我們主要是針對 老師 學生 校長 家長 這四方面去分別調查完之後 去分析出共同的那個現象 那校長隔一天確實有找小朋友說 你們昨天看到的可能是什麼什麼 但是並不是打113的那個小朋友 而是當天目睹的孩子 我不管是怎麼樣 小學生目睹那種情況 那你現在校安問題 教育處調查 通報是好處 那不是 應該是好處 如果校長是當事人的時候 你怎麼處理 校內發生13家暴的事件 是這個 那是騷擾事件 現在校長不先當事者 那現在你教育處調查的時候 校長是通報的負責人吧 應該是這樣子吧 如果以後校長是當事者的時候 你們的流程是由誰來通報 那不然你調查的時候你是怎麼帶來 如果是校安事件 學校裡面會有一個承辦人負責通報 但是那個通報 有的學校他們是直接上傳 有的學校他們可能會求慎重起見 會讓校長看 當然這件事情因為牽扯到校長 照理說應該是學校就要直接通報了 那有辦法做吧 有嗎 後來才補通報的 很遺憾 所以第一點 現在我要說的意思 就是113 既然打了端線嘛 這保密一定要做得好 事後這小學頭 孩子心靈比較十多歲的人 看到那個現場 你事後有去輔導 就心理輔導 這個部分我們教育處也做好 報告議員 輔導的部分是由我們教育處負責 我們到目前為止還持續在輔導中 包含了當天晚上夜光天使那一班的18個小朋友 我們有做所謂的班級的團體輔導 然後我們也針對個別看到流血那一幕的 我們都做個別的 有看到耐木的學生 除了輔導之外 我們以後 這個給學生 有一個 理學校有一個安全 好的一個學習的環境 他的心靈 輔導之後 給他賣去 譬如說 耐木你知道嗎 那個很恐怖 這個學長應該是調理現職了 已經調理現職了 我就會追究說他的責任到底是多重 不過我要提的 就是說你113家暴 你的當事者 得到你要保密 要保密 過來受傷的 往後的心理輔導 這必須要做 這個沒問題 因為這個 本來就有他一套的標準的作業 你就是要依照這個標準 那113 沒辦法 學長看我們7號 不抓出來 每次會保密那個當事人資料 那一點可以放心 因為我們收到了那一份通報裡面 其實他根本沒有 兩個處有相關局處 要落實 要落實 這個SOP的流程 好不好 那個檢疫 這個事件我們也跟教育處 不好意思在做聯繫 在做相關聯繫的檢討 教育處 是 那個大鳥國小 他們有一個四年級的三位學徒 是 參加那個發明展 俄羅斯的那一次 俄羅斯吧 阿基米德發明展 是 這就是金牌嘛 是 這就是金牌 因為這三個學徒 都是清漢學生 阿 無人齁 出國 去介紹他的作品 得獎 去領獎 那這個國會 想起 我們偏鄉地區 優秀的學徒 這麼多 包括 之前 成功國小 像這樣 他足球全國第一名 出國比賽沒錢 就靠募捐 我記得 那時候我這台 幫他募盆 二十萬 二十萬 給他 在他那裡 算是 一組之後 給他有機會出國比賽 那 我覺得 該座應該不是個案 該座類似 該當 該偏向地區 他的優秀 優良的表現 對教育的部分 體育的部分 那我想 我們是不是社會上 要給他一個 這個資源 給他一個務代 外長 請客一下 告訴我 請教練 那是不是這樣 他 他 他我知道 社會跟一個 企業家 我們是不是來成立一個 一種 專款專用的 教育基金 教育基金 這就是 剛才我說的 這的 專款專用 用於 教育上 一般館長 你的人脈 政商關係 不錯 你出門 跟高義夫 我相信 這事法性 可不可行 這麼多 優秀的 台東 這些子弟 剛才我說的 比如在體育上的 在 在創意上的 我們創意上的 得獎的部分 要出去比賽 要出去比賽 要出去領獎 也好 我希望 讓這些孩子 有一個 能出的機會 反正你的看法 報告議員 感謝你對 這部份的關心 實際上 這些年 我們已經用不同形式 但基本上都在做這樣的事情 你剛才說到 這個發明獎 像 俄羅斯這個是因為 本來 創作者這些學生 大會的規定 就是不用去的 俄羅斯是你把作品寄過去 評審在那邊評完 決定成績了 他就 就直接把獎寄給你 要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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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會走 走 對 像 另外像馬來西亞 就是 學生可以參加 假如你去參加 然後在現場還有解說什麼 那像 去年的馬來西亞 也一樣 學校碰到這個問題 我們教育處的財政也很困難 這你都知道的 所以也是由民間 像這個就是去年 就是小燕 我現在要去雲端愛院去募的 就是說 像是可以 成立一個專戶 這樣的一個專戶 當然可以成立 但是實際上我們過去這幾年 比方說我舉例就是說 雲端愛院這個平台 他這幾年下來 真正透過這樣的一個平台去募來的 已經超過一億了 一億多了 幫助很多的學校 我昨天晚上還在台北 也是參加一個募款餐會 也是專門為一個教會 台北一個教會 專門為台東的孩子 弱勢家庭的孩子 募營養早餐 現在差不多 全縣現在的營養早餐 需要的孩子的營養早餐 都是這個教會在台北幫我們募 已經第七年 那像這樣子 種種的這種社會資源 其實我們這段時間已經都在做 那至於 我們是不是要設立一個 所謂的這樣的 用在教育上面的專戶 然後把這些資源就放進來 我們也可以研究來朝這個方向 但是有 我知道的 有很多的 三星人士 或者是這些企業 他比較 喜歡 特定的計畫 你拿一個教會 跟他講 看他要做什麼 你一個專部 你跟他講 就反正我用在學生小孩的店頭 要用什麼 不要再說 我們可以用 因為我們範圍很廣 對啦 我們可以用很多方式 比如說我這個 他願意做早餐的 他不確定可以做別的 他願意做別的 審查也沒有關係 就是項目列出來 能補助的項目列出來 沒關係啦 縣長 我們都在做 努力 一直努力 我覺得聽起來 我覺得很心酸 這樣出去 還不知道 我聽到初步是這樣子 這個都很難免 但是實際上 我們用在 教育的經費 真的 我們現在用在教育的經費 占我們總預算百分之三十幾 政府的要求只有二十幾 我們已經做到三十幾 可以縣長 我們已經其實盡力 兩位請坐了 謝謝 繼續因為台東的教育 來努力 再來請管理處 議員好 那位 單位執行的時候 我有跟處長討論 來產地計畫 餐桌計畫 和時間參桌節 這部份 再來獎勵 旅遊方案 這部份 有一個是說 這是補助團體為主 是 那 我看 就補助從 去年開始 是 那現在為止 我覺得 你的手機畫 我看 我統計一下 好像是 團體總百 這個 團體 才百分之五十八 槓尾百分之五十四 齁 團體 這五十八 槓尾五十四 那一般 那個 那個 觀光飯店齁 從一百零四年 十月開始 到一百零五年 一月到三月 我統計一下 團體 槓十五% 一般旅館大概增加一% 民宿業者齁 大概增加五% 那我是說 呃 去年 一百零四年 一月到一百零五年 三月齁 來台灣 大 一般文化 統計齁 有兩百十一萬人 兩百十一萬人 團體齁 散客的齁 是一百五十四萬人 散客佔比 百分之四十二% 散客佔比百分之四十二% 那我是說 這團體齁 來 拿到的 消費到的 真正 是 那補助的這個錢 是你用什麼提起 還是補助的 旅客本身 還是餐 你的那個旅館業者 我跟議員報告 獎勵旅遊方案齁 其實它 最主要的用意齁 就是 我們一般講的就是 希望企業啊 團體啊 來到 呃台東 然後能夠在台東開會 我知道啊 以我看來齁 這個數據齁 是 研究起來這樣齁 團體並沒有政家 還減下去 那我想要給一個建議 我知道是因為你 建政府當然是很努力 在推展觀光嘛 我知道你的用心是對 不過 成績出來我就要檢討了 是 檢討這個好過不好 好不好啊 那團體如果不好 那未常不想一個方向 那來撥走散客 你其中路 其中又有報問齁 你說你這樣齁 民眾感受不到 先說 你這樣是在 土地財團啊 是不是 其中 你的 你的路客的佔比齁 我看是 四十七趴嘛 四十七趴嘛 那我想 路客要來不來 你要來不來 我取決於 我們台東 這個獎頁的方式嘛 太多問題啦 那我想想 用散客 怎麼補助 甚至說 你在網站上 用APP也好 網站也好 在當時 對散客 一天我做兩百 一天三百 一天四百 一天四百 那我想 我現在散客來講 你以為 有四十七趴 我打來之後 打三天就好了 一天九百 我三的人 對吧 打三天 實質上 實質上 對台東 靠意義啦 因為消費 也一般的 餐廳 一般的消費 我認為這部分 或許散客的方向 會比團體還好一點 議員的這個建議真的很好 那我們後續 因為我們 這是上一期的獎勵旅遊的方案 因為大部分的地區跟國家都是以團客為主 那今年 我想我們今年的獎勵旅遊方案 議員的建議團客 我知道 你的意思 包括旅遊是這樣子 包括旅遊是這樣子 台東 一層 慈善的精神武術 它就一個亮點 你要多少來 除非你要像縣長一樣 舉辦一個熱氣球 你的群眾運 對吧 還是那是短暫的 光力有幫助 民眾感受很深 很深嘛 那我想的 比如說 我上個月 去阮山 拉香莓園那個農場 我去 去到四部的中巴 腳巴 我參加那個 彬東館 有一個議員 我第六任的 去參加一個 平科大 的運動休閒 碩士班 來這裡 來這裡 課外教學 我參加 我可以兩件 如果攜帶小巴重巴 台東還有很多地方 的亮點 我們怎麼協助他們 也許部落 它原住民的文化 吃的 他們的 傳統的一些 很多外地的人 他很想深入去了解 這部份 那我想台東還有很多地方 的亮點 出到這邊 我想用補助的方式 要補出來 我看你的成果好不好 好 只要幫你做一個檢討 之後我想 把錢 我來當火上 好 要做的東西 更多 你看我們各國的好力 台東只有 只有農業 觀光的油 大概這兩項 出來的產業 要做這個困難 請請請請 謝謝議員 我來消防局 消防局局長 我現在第二次 跟你質詢 這就是因為 日本有一個飯店 我先回修的時候 我質詢說 平時對 觀光旅館或 消防部份 要注意 在你大飯店 這個飯店 也把他回修 碰起我們的檢渣 要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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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回 市區這個火災 我第一印象 不管你檢討後 市民很完不足 碎備不足 操作 部分舒適 大概這個方向 我和你講解是這樣 不過 第一點你給市民的 觀感就不好 不好 當中都可以 只有那台油梯車 觀感就不好 所以怎麼 我剛才看到 我們的 議宵 警宵都比較辛苦 台南去救災 我也是也去救災 後來表揚 我看到表揚之後 這位消防部份 碰起這麼辛苦 不過 這件事不妨 怎麼落實 教育訓練 我相信 觀眾這邊 所有議員 對消防部份 相對消防部份 應該是 都不算過 不算過 都會跟支持人 因為這是 關鍵就是 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的東西 所以我希望 國中這邊 他要對 你說議員不足 你的議員 變市現在有幾個人 目前的變市是 355個 實際上 目前的 應有的變市幾個 應該要有的變市有幾位 如果按照 內政部消防署的設算是 400多個 300多個 目前實有數是 284個 我要貼在你手上 不過檢察局 差不多 檢察局是欠很多 沒有關係 可以用議消 議消的部份 我想說 林安不足當中 為了救災部份 議消的部份 應該很多人都參與 謝謝議員 我目前做個顧問 議消的部份 我現在 我現在 今天要給我一個 找我們 有意願的 有熱誠的 這些議消 大概找個二十位 要 集結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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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 你請坐 我希望你 能夠盡量 弱勢教育訓練 可以改變 我們民眾 對消防局的影響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吳議員的鼓勵 謝謝 我請到檢察局 我們王局長 是議員 議員你好 謝謝 第一次質詢 剛才 我之前 我本身是議員大隊長 所以 檢察工作 我知道也辛苦 不過在執勤當中 我本身有一個 想法 現在 就在討論一下 就是說 我之前 去馬街醫院 去看一個受傷的民眾 他也是我一個朋友的小孩 騎車 去太平洋那些社會 買一個娘的 因為他沒帶 沒有啦 看到我們的風車 那你夾了 你就想想 這個 裁刀照 照 當然我現在不是說 我也 我不是怪我們警方 這樣做 做為 的錯 還是怎麼樣 我是有一個另外一個想法說 我們的法者 了違規的 還是違法的 違法除非他 他也會寫說 我是通知犯 還是我是很逃逸 啊 不是性犯 基本上 意思是說 尾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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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看著 怕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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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嘛 我給他 你說 不是 這個人家怎麼怎麼樣 替我們 次護 政府 也沒有你不說 也給你 叫個車 上馬街 那我想說 這個案例跟之前 有一個 吳旺舟 王莊紀事件 當然 那是酒駕啦 是刑罰嘛 我說我們的警察 在巡邏當中 給一個標準啦 發現說罰不是目的啦 讓民眾說 你有東西就好嘛 你以後就知道安全沒問題 在的就好了嘛 那是保護你的安全 我說那種調是宣導這樣啦 那是不是要執行到說 一定要找到有一個技巧 造成兩個家庭來破水啦 你兩個都我 我帶三個朋友啊 一個腳踏我沒他 一個小孩都沒他 那...那...那... 很悲慘啦 所以在執行當中 我認為說 是不是我們檢討一下 在執行當中 巡邏的時候 我們警察的那個... 那個... 作業流程 就等你檢討一下好不好 好謝謝議員 對於交通安全的重視 那我想我們可以申三個部分 對於輕微的違規 我們盡量不以為隨 我們可以這個照相起來 然後使我再來瞭解 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 那除了有重要的通報的 刑事犯 或者是說 合理解語 確實是有一些作案前提 任務終極犯 或是有犯罪 還是有槍戒的 確實有辦法 這部分再來加強 我想我們會來加強教育 我覺得還是以謙討為主 為規的謙討為主 好不好 謝謝議員 謝謝議員 謝謝 我請教我們的環保局長 最近我覺得 台南一早有一個登革熱 現在我覺得 最近 小黑人 你知道嗎 小黑人叫做黑鬼 對 他的 他的外貨還知道 血餅還知道嗎 小黑人 我不知道 都叫貨尾 他是 台灣 甲母 他這個 其實他的 生長 一般是都在 有季節性 有氣候 那 那我想最近 我這樣 行程要走 叫店家 他不管 他是有關於 我們 民眾的生活品質 也有關於什麼 你知道嗎 觀光休閒產業的一個 一個發展 當旅客來 在當地上 看到在當地上 店到整個 我在日本那裡 我台東線都淪陷了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想辦法 要怎麼防治嗎 我跟他們報告 我跟他們報告 我跟他們 這個 這個工具 這個本身 它是 依附在那個 綠藻青苔上面 那一般我們 用它去噴 我們的室外 又有環境 用去噴 那會產生抗藥性 變成 你 你知道 你的黑鬼人 大概二十天 完成 他的 野生活期 對 他吃人活 數百 數百兩天 他就能做 殘軟的一個養分 他是他的幼蟲 要在潮濕 土壤表面上 他幼蟲是吃青苔 青苔嘛 但是他的養分 要輸到人活 兩天 兩天做餘 他就殘軟了 所以 他就可以殘軟了 那當然跟天后 環境有關係 不過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噴灑 一週 要噴灑一次 可能持續兩三週 不過這個要做 要有相當的 一個人力 他包括 各鄉鎮 你的鄰里 都要動起來 那我想 我想 這是這樣 是不是 一個人對這個 這個 這個 我們要這個房子 我想要 一起來動 我們跟藝術會合作 你要做一個 流程 怎麼宣導 宣導的 這個房子的方式 好嗎 就希望我們民眾 出去也是要穿 鎮 鎮 對 輸了人會這樣 因為他們會給中下午 開始這樣出來 尤其現在是 人群 聚集很多的選擇 怎麼會這樣 他沒有學到人學 他就沒辦法繁殖 好嗎 你聽一下 好 謝謝議員 我現在時間 我請到農業處 我跟主任 我最近 農民 也比較辛苦 也比較委屈 這市民也比較委屈 你魚 鎮到日本去 沖織鳥交 去用鎮去 你找一台 也要談判 市民 都沒有這 緊海 就鎮不到魚 我們現在市民 我跟農民 都在做事 政府也有跟我們照顧 當然是最好 還是應該的 中國最近 我們同步的漁業資源 可能一直保護不夠 或是我們台灣人的時性 很少的力 不保護 我同步的漁業資源 很少 我相信 我們有固定 包括配合漁業署 可能政府 變一些 醫生 每年 漁業 漁業 放流 你知道嗎 你很幾遍 幾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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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可以擴大一點 再來 你這個 這個 你現在 我們的保護 不夠 不夠像是 歐美 那一年 中時 不過 我們 保護 無法當時 比較不適合人的習慣 你去日本 去加拿大 人家對 寫完 魚 拿開 人家放牠去 還不到 那個標準 人家就煮肉放牠去 我們現在有時候 電燃麵 有衣服 好得要吃 當然 我不是說這有中 像我們要保護 你保護不夠 我們就是要 買一些漁業 每年固定 來放流 適合在我們東海岸 我們東海岸 這裡的環境很好啊 還不然有影響 我們小牠 沒有 小牠有影響嗎 當牠也沒有 所以 對未來 我們 對魚味的部門 這個部門 市長你也要 特別關心 是 我告訴你 你上回 我們做的去 圓圓圓 氣味 對魚港 魚味的訴求 是 你有帶他們的 我希望 市長你要 進行 去處理 今天交代 包括庭部 應該這次議會有問題 庭部 國會的協調 應該有問題 這有一個問題 你知道嗎 我請問觀眾 有一個問題 我請教你 我們 我們 現在 何去何從 當然 我們是 以前 徐慶雄的縣長 劉哲尾 劉哲 立委 還是 看那個縣長 我們現在 目前為止 往後 是否國賠 還是要拆除 還是怎麼樣 請說 睡眠 現在就是要看 立課 在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因為 環評被法院撤銷之後 假如業者 要再重新申請環評 也可以 這是一條路 但是 我們研判這樣的機率不高 必須兩次通過 都被法院 那所謂的環保日子 還等著再看 你再通過 我就繼續再告 那一告 就是 停止執行 又卡在那裡 所以 我們研判這樣的機率不高 那不高以後 另外一條路 可能就是來跟 縣政府來做解約了 那這一次 這個解約 他是用 仲裁 還是仲裁 還是說什麼樣的訴訟的方式 那我相信這個都是 我也是這樣 因為 責任 歸屬當然 不是官長你 不過 如果 作為縣長 必須要 概括承受 錢炒的 怎麼做的 我們概括承受 那時間也到了 我也希望官長 可以盡力維護 台東卸民的權益 我們一定會 我們一定會 這個議員放心 謝謝各位局長 謝謝主席 謝謝 好 我們謝謝吳敬懷議員 這麼豐富的 宣任總則尋 那今天 非常感謝我們縣長帶領的 縣武團隊 來議會接受 各議員的關心 我們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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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